他是魔界的二把手 表面强如神体 实则体弱多病 身体只要受到一点压力 就会吐血的劳埃德 而在魔王心里 只要是劳埃德 就没有他完成不了的事 在十二名军团长眼中 劳埃德是非常强大起残忍的 就连勇者都能击败的存在 他不仅是魔王大人的公开王牌 还是整个魔界中 最受敬畏且尊重的大人 然而 劳埃德不是在辞职的路上 就是在地辞职信的路上 为他 魔王大为震怒 为什么 自己最爱惜的部下劳埃德 会扔下自己一人独自离去 下一秒 魔王内冷得像冰霜一样脸蛋 鸟变成舔狗 一哭二闹抱着劳埃德大腿 认为肯定是自己亏欠了劳埃德 又或者 有哪个不起眼的刺头 惹得劳埃德不愉快 就在此时 劳埃德语出惊人 质问魔王大人是不是要干掉自己 魔王被吓了一大跳 一把抓住劳埃德 劳埃德你明知道 你是我最珍惜的人才 竟然还说出这样伤人的话 是不是最近没去前线干涨 觉得委屈你了 就你目前的身体状况 就该要多休养 就在此时 劳埃德身体的鲜血自然落体 魔王大为失色 随后 一座宫殿都响出了魔王的声音 也换来了 劳埃德的主治医师伊利亚 伊利亚表示军团长劳埃德 在上次与勇者对抗中 受到的内伤还未完全康复 魔王并不想听伊利亚解释 并要伊利亚在最短时日 把劳埃德治疗康复 要是失败的话 那后果你应该明白 伊利亚遵从魔王大人的命名 随后魔王立刻让医疗队 把劳埃德送回房间休养 然后劳埃德就被医疗队 架在车上送回房间 再回房间的路上 关于劳埃德对抗勇者 受到了不可知名内伤 就算实力大幅度降低 劳埃德也是魔界中 让人最尊重的平台 劳埃德只想辞职 然后找个地方 悠哉悠哉地喝下咖啡 睡下懒娇过点舒坦的日子 然而天不随人愿 医疗队对于军团长 目前的情况 感到无尽的羞愧 确认好劳埃德一切正常 便集体退下 劳埃德在所有人的期盼中 感到一股窒息的压迫 自己明明只是一个普通人 他是魔界最强的军团长 却有着一副极其弱鸡的身体 虽然劳埃德打着身体 与勇者对抗留下了后遗症 要是哪天魔王发现了 劳埃德天生体弱 估计会一刀劈了劳埃德 那这样自己就会丧命 魔族的十二军团长 知道了劳埃德若不惊风 肯定会把劳埃德 当成他们新的玩具 以他们那变态的口味 劳埃德想想都心有意记 越发坚定了 要离开魔界的决心 就在此时 副官埃恩刚从人类世界回来 一听到军团长劳埃德身体不适 第一时间来探望劳埃德 并在人类世界带回了 一个名为 镜面魔方的物品 献给劳埃德 让劳埃德在休养的时候 用魔方打了时间 并问劳埃德这个后遗症 有什么办法能解决 劳埃德随口说了句 应该需要重生吧 副官埃恩不愿意接受这个节目 军团长劳埃德 可是拯救了整个魔界的英雄 打算稍后就把主治医师伊利亚 抓起来严刑拷打 也要让军团长早日恢复 劳埃德看到埃恩奈因森的表情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想干坏事 随后劳埃德就以需要休息为由 让埃恩先行退下 而在这时 魔王正在仔细地看着劳埃德的辞职性 根本就无法猜测 劳埃德那沉默寡言的面孔下在想些什么 不过想想也对 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劳埃德就把勇者干掉 而且还是用要害的位置阻止了勇士自保 还黯然无恙地站在那里 为此 魔王邀请劳埃德加入魔王军 在那之后 魔王便对劳埃德百般偏袒 对于劳埃德这样人才 又不能随便给个任务 就在此时 魔王看到了一份有趣的文件 当即要召集所有军长开一场会议 要是这样的话 劳埃德应该会快乐起来吧 他是唯一在魔界当官的人类 此刻 劳埃德正一脸冰冷的模样走在路上 心里想着魔王前脚让自己好好休养 后脚又突然召开军长会议 莫非 魔王发现了自己那极气脆弱的身体 这一场会议是让军长们 商量如何处置自己的吧 劳埃德黑着脸的模样 让前方的侍卫 急忙捂住碎碎嘴的同伴 还是听到了女侍卫说的话 据说劳埃德大人最近没办法打架 所以导致他的身体压力很大 稍有不慎就会把眼前的人干掉 随着劳埃德被魔族误会得越来越深 越传越离谱 劳埃德在魔族的日子才能躺平 随后劳埃德整理了自己的衣容 让侍卫把门打开 打开就见到魔王一脸戏谑的看着自己 整个房间都弥漫了一种严肃的气氛 劳埃德心想完独子了 就在此时 一军长杰卡尔告诉劳埃德 他的位置在魔王大人旁边 三军长莫德每次看见劳埃德那弱小的身躯 都想与劳埃德好好鄙视一番 验证一下劳埃德大人是否像传说中那么强 六军长维利坦觉得劳埃德鞠躬自傲居然敢吃到那么久 四军长伊德利亚认为劳埃德肯定有什么事当的 十一军长莉莉此刻非常生气 维利坦那家伙竟敢对劳埃德大人不敬 刚落座的劳埃德就迎来了大量的目光 而魔王则一脸关心劳埃德的身体到底好了没 就在此时 侍卫上前给劳埃德倒饮料 劳埃德一脸欣喜 在魔界这个资源平级之地 平时想喝上一次葡萄酒可真的不容易 这一次要在军长会议上喝个痛快 劳埃德在入口的瞬间 脸就彻底黑了下来 看来自己真的暴露了 别的军长喝的都是葡萄酒 而自己喝的只是普通的甜水 魔王居然这样差别对待自己 魔王看到劳埃德摆着脸 急忙表示是他特意吩咐下去 而劳埃德听到的意思却是 在这一场会议后把自己处决 在处决前 就连一杯葡萄酒都不舍得给自己喝了 魔王让劳埃德不要生气 这一次会议是专门为你来开的 随后便让六军长详细地报告一下 此次会议的目 在十二军团守护的驻扎地 突然涌现大量的魔物 目前有一小半的村庄被摧毁 十二军团的力量并不能消灭魔物 只能勉强抵挡 剩余的村民已经转移 至有城墙的大都市避难 并不能体现出魔物的数量 而现在勇者被劳埃德大人消灭 因此十二军团急需支援 此刻劳埃德也真正明白了 此次会议的目 魔王是想用这个理由把自己处决掉 而自己也没有想过干掉勇者 一起一开始 不是魔王主张要干掉勇者的吗 魔王看着劳埃德的眼神 果然对的人不需要多说什么 随后魔王笑了笑 我们的军团长会去支援 劳埃德真的被魔王这操作嗅到 随后魔王继续说道 劳埃德你就当去放松一下 缓解一下心情 魔王大人这语气 就像让劳埃德大人去菜市场买菜一样 劳埃德大人究竟拥有多强大的力量 才让魔王大人如此的信任 此刻劳埃德正想用身体 不视为由拒绝前去支援 三军长抢先一步质问 劳埃德是不是害怕不敢去 四军长为劳埃德解围 军团长肯定在思考 过去该如何快速地消灭魔物 三军长听到四军长的解释也恍然大悟 这认真的态度 真想现在就和劳埃德大人比试一番 而这时 魔王继续好言相劝 劳埃德你去前线兜兜风 坐镇后方指挥军团 缓解一下现在的压力 这件事对你来说也不是件难事吧 这不是难事 那什么才是难事 看着众人一脸期待的表情 劳埃德只能表面答应前去支援 随后就逃出魔界才是真的 他是拥有双重人格的杀神 一面是懦弱胆小的劳埃德 另一面是强大且残忍 让人人畏惧的军团长 此刻劳埃德正一脸哀愁地坐在马车上 劳埃德原本想提前一步逃离王宫 谁能想到被魔王撞个正招 魔王认为劳埃德热衷与干长 就让劳埃德提前赴前线之援 劳埃德又不能告诉魔王 自己想逃跑回人类帝国 就算回到帝国 皇帝也会让自己来攻打魔界 而且还有一个无时无刻都想让自己消失的格格 往好的一方面想 自己的军团部下人才积极 就拿副官艾恩来说 都是以一笔百的存在 当然这只能拿平民来对比 这趟旅途又不用自己出面 就当来看戏吧 此刻劳埃德拿出了自己心心念念的葡萄酒 这瓶珍贵的葡萄酒 是劳埃德在会议结束的时候 趁大家不注意偷偷拿来的 酒是释放压力的最好物理 而在魔王宫殿里 逼军长很担心军团长 无法对付大量的魔物 魔王表示不用担心 我们的军团长很强的 再加上还有另外一个他 就在此时 劳埃德部队也到达了村庄 现场真的是惨不忍睹 副官艾恩发现前面的魔物还未博养 急忙上前去燃截魔物 便让部下们准备与魔物战斗 部下们一招一个 如同切菜一般 轻松把魔物解决 就在此时 艾恩发现战斗大半天 周围的魔物不仅没有减少的趋势 还越杀越多 突然 一只巨大的魔物偷袭艾恩 就在此时 劳埃德一刀把魔物斩首 并四平八卧落地 艾恩刚想感谢劳埃德大人的救命之恩 便见到劳埃德问艾恩 你是敌人吗 艾恩发现劳埃德大人在发酒疯 用攻击回应劳埃德 这一击让劳埃德口吐鲜血 愣神一秒后 劳埃德确认了谁是敌人 之后这里变化为了修罗战场 劳埃德让只知杀戮 没有任何思维的魔物 都产生了恐惧逃跑的念头 他是被帝国囚禁的战争机器 从小就被投进了战场 经过长达十年的厮杀 成为了一具没有感情的杀戮工具 在一次次生死边缘挣扎 劳埃德终于爆发了 他要向帝国复仇 而第二人格 军团长也由此诞生 突然劳埃德惊醒了过来 一脸疑惑自己怎么在房间里 这时 副官艾恩和主治医师伊利亚 上前问劳埃德现在感觉怎样 相对比自身的状况 劳埃德更关心的是 魔物都消灭了没 艾恩急忙向劳埃德汇报 劳埃德大人经过你的英勇奋战 现场魔物已被尽数歼灭 此次任务已圆满完成 劳埃德一脸猛逼 在马车上只是潜尝了一下 魔王珍藏了999年的葡萄酒 之后的记忆就变得很是魔物 就在这时 伊利亚一脸崇拜地看着劳埃德 劳埃德大人你真的好厉害 凭一己之力消灭了所有的魔物 艾恩看着伊利亚大行殷勤 心中极为失落 急忙向劳埃德保证 之后会变得越来越强 跟上劳埃德大人的脚步 劳埃德看着艾恩那中二的模样 就连空气都觉得尴尬 就在此时 四军长和三军长同时出现在门口 四军长伊德利亚问劳埃德身体状况好点了没 三军长莫德质问伊德利亚说话那么大声干嘛 你不知道军团长在休养身体吗 在二人争吵之际 伊军长杰卡尔静静地出现在二人身旁 你们是来吵架还是来探望军团长的 劳埃德表面冷静地看着他们 心里想的都是 出去你们都给我出去 伊军长让劳埃德刚回来尽量克制一下心情 不要动不动就要把眼前的人除掉 要手下留情 劳埃德一脸疑惑 除掉 除掉什么 看着三军长那紧张的表情 劳埃德微笑地看着他们 夏德三军长连忙表示 劳埃德大人你不开心的话 可以尽情地揍我 劳埃德很是欣慰 缓缓说道 即使是面对比自己弱小的人 都要记得手下留情 就在此时 伊军长表示劳埃德大人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更为兴奋的四军长 笑着对劳埃德说 劳埃德大人你知道吗 整座魔城都在谈论劳埃德大人的英雄事件 你一个人就把所有魔物都除掉 宛如战神重生 劳埃德此刻真的很猛 是谁把这样的假消息到处传的 此刻三军长有一件事拜托劳埃德大人 劳埃德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劳埃德大人请你恢复好身体后 与我德蒙来一场激情的对练吧 他是魔界最强的人类 此刻三军长期待与劳埃德来一场对练 劳埃德看着三军长 跟水牛一样撞得身躯 一拳打不来肯定会把自己打成碎片 劳埃德连忙表示刚对抗完魔物 导致力量不稳定 一个不小心可能会丧命 四肢发达的三军长还以为劳埃德是不敢硬腰 而一军长冷静地分析出来 劳埃德大人是趴在对抗中 一个不小心把对手消灭掉 三军长听着一军长的分析 也是惊为天人 不愧是魔王大人选中的军团长 竟有如此实力 随后三军长连忙示弱 尊敬的劳埃德大人 我并没有想要与你来一场拼上性命的想法 感谢劳埃德大人的体谅 身边的艾恩觉得劳埃德大人是真的厉害 仅凭三言两语 就让不可一世的三军长低头认错 就在劳埃德不知什么原因 这件事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解决了 这时三军长抬头邪校说 等我积累了足够的实力 不会再轻易丧命的时候 再来和劳埃德大人对练 劳埃德连忙拒绝三军长这无理的要求 随后三军长便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自顾自地离去 并热情地和劳埃德说再见 这时一军长感谢劳埃德大人 让三军长有如此热情去提升自己的实力 就在此时 劳埃德突然头晕怒眩地往下倒 艾恩连忙上前去扶住劳埃德 这时艾恩表示 劳埃德大人目前身体还需要一些时间休养 四军长笑眯眯地说 劳埃德大人你要好好休息 我们先走了 此刻 劳埃德心中都是逃出魔戒的想法 就在此时 一军长突然开口 等你什么时候可以和三军长对练了 那下一个 我是不是也可以和你对练 劳埃德听到一军长的话 直接就晕倒了过去 他是魔戒的二把手 一喝酒就会发疯 把出现在眼前的敌人全部消灭掉 仅凭一丝理性判断眼前的人是敌室友 正常状态下的劳埃德是胆小怕事的 此刻劳埃德刚逃离房间 正准备悄悄离开魔宫 就见到副官艾恩 一脸崇拜地说 劳埃德大人 现在是要前往军团训练自己吗 医师伊利亚也很赞同艾恩的说法 表示病人就该多锻炼 才恢复得更快 就在此时 一道四肢发达的身影 出现在劳埃德的脑海里 满脑子都是三军长在那说 我们彼此的约定 倍感压力的劳埃德 一脚踢飞了眼前的石头 只见石头在空中快速旋转 砸中了前方的魔族 被砸的魔族正怒气冲冲地说 哪个不开眼地敢砸老子 就见到传说中的军团长 这下心想完犊子了 此刻 劳埃德心里也是慌的一批 把对方的脑子砸起一个大包 魔族急忙鞠躬道歉 劳埃德大人很抱歉 太大声打扰到你了 劳埃德一脸高冷地说 什么意思 是一只卑贱的孟严 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们几个正在教训他呢 没什么事的话 我们先行告退了 为此 劳埃德也庆幸对方不敢追究 孟严看着传说中的杀神劳埃德 浑身不由地颤抖了起来 劳埃德还是第一次在魔剑 见到比自己弱小的魔族 激起了心中的保护欲 随即伸出了友好的右手 孟严看着劳埃德那眼神 没有一丝的轻面 完完全全是单纯的好意 正在犹豫不决之时 劳埃德一把霸气地把孟严拉起 随即对着孟严好生安抚 孟严还未被人如此对待过 当即表示劳埃德大人 你现在有时间吗 我想现在就报答你 而劳埃德看着孟严那怪异的眼神 有一种说不出的古怪 劳埃德一脸紧张地看着孟严 孟严急忙表示劳埃德大人 为表感谢 我想将魔界的庭院介绍给你 而且还想送你一些 对身体恢复有好处的职务 我知道劳埃德大人肯定很忙 而这时 劳埃德也很诧异 阴森的魔宫居然也有庭院 孟严也看出了劳埃德的疑惑 劳埃德大人 我是魔王城负责管理植物的园丁 名字叫西恩 怪不得西恩看上去那么善良 原来是园丁 此刻劳埃德脑子里浮现了 庭院里有美丽的花朵和绿油油的植物 还有清爽的空气 随即 劳埃德便拜托西恩带一下路 不一会 西恩就带着劳埃德 来到他管理的庭院 劳埃德正沉浸在这个美好的环境里 身旁一朵花突然张开 向着劳埃德咬了过来 把劳埃德吓了一大条 西恩急忙上前去安抚花朵 这是劳埃德大人 你这样会吓到他的 下一刻 和善的西恩 阴森森地说 再有下次 我就重新教育你 随后西恩急忙向劳埃德道歉 劳埃德大人不好意思 惊扰到你了 此刻 劳埃德也察觉出了这里的不对劲 这里的植物恐怕看上去人畜无害 一个不小心 怕是会成为这里植物的口粮 随即也要去练武场为用 看望布下门离开了这里 西恩看着劳埃德离去的背影 心想劳埃德大人肯定还会再来 要是把旁边的植物送给劳埃德大人 他肯定会喜欢的 此刻 劳埃德回想起刚刚那一幕 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也想起了副官艾恩的话 自己来这里这么久了 还没去见过布下门 很快 劳埃德来到了练武场 在四周环顾了一会 看着武器栏上的木剑 不曾想看上去轻飘飘的木剑 净重打百斤 想着自己上战场的模样 还是用短剑比较好 就在此时 劳埃德的布下门 看到劳埃德拿着木剑 站在那里等待着他们 那姿态那表情 真的是有很严重的事情要发生的样子 布下门急忙向劳埃德大人问好 你的身体好点了吗 这段时间我们都很担心 刚刚才走开了一回 绝对没有偷懒 上次任务时 劳埃德大人你可是以一己之力 干掉了所有的魔物 劳埃德让布下们赶紧冷静下来 随后说起了一番教导无意义的话 便让布下们准备开始训练 就在此时 一名布下蠢蠢欲动 劳埃德突然脚下一滑 刚好躲开了布下的突袭 劳埃德慌了 一个回头 再度给对方一个暴击 就在此时 劳埃德发现这布下 居然是一名人类 魔王城为什么有人类 劳埃德真的很生气 辛苦地举起手中的木剑 狠狠给眼前的人类来了一击 然后活动了下手腕的关节 吩咐布下们去报告魔王 把这个人类关押起来 布下们看着劳埃德大人 不带一丝犹豫地离去 认为劳埃德大人 肯定对他们很失望 同时 那些动作速度之快 简直如星云流水般自然 原本像散步一样从容的劳埃德大人 瞬间就用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 避开了袭击 而且还进行了反击 袭击者甚至想试图逃跑 劳埃德大人瞬间就把袭击者放倒了 我们的军团长实在太强大了 仿佛我们就是透明一般 没有一点存在感 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努力训练 让劳埃德大人感受到我们的存在 而此刻 劳埃德的手腕 因为使用木剑已经肿得通红 不过想想 把麻烦都丢给布下们 自己也是要回房里好好休息下 不知睡了多久的劳埃德 就看见魔王大人 在一旁喝着茶 悠哉地和他打招呼 随后 魔王缓缓地放下手中的茶杯 很抱歉打扰你的休息 事态紧急 现在能抽出点时间吗 劳埃德一脸猛逼 心想自己最近又没惹事 试探性地问魔王 是人类的那件事吗 魔王拍了拍劳埃德的肩膀 没错 现在必须要和我去地牢一趟 赴医会 劳埃德跟着魔王来到地牢 魔族的地牢 可是比十八层地狱还可怕的地方 刚到就看见人类旁边 躺着几个魔族 人类浑身是血地瞪着劳埃德 劳埃德心想就关了一夜吧 对方竟然如此的惨 而这时 魔王问劳埃德 这家伙你有没有感觉很眼熟 虽然是人类 但是可以和魔匠一对一的存在 更是面对我的时候 力量还会增强 劳埃德也反应了过来 这家伙是英雄 勇者在和魔王对抗失败 被毁灭的那一刻 要么自爆使魔王受重创 要么以生命化为种子碎片 而帝国会把种子碎片合拢在一起 他们也是被称为英雄的存在 而眼前的人类就是英雄之一 英雄也不过是帝国养的狗 魔王缓缓甩开对方 什么英雄 不过是勇士的残渣 没错 如果是帝国认证的正式英雄 应该没理由只有这么一点能力 可即便如此 他也是英雄 利用完就抛弃的话会很可惜 他们应该不会毫无理由的 将那样的英雄后补派到魔界来 皇帝究竟想要做什么 随后 劳埃德和魔王提了一个要求 请您允许我单独和这个人聊一会儿 魔王想也不想就答应了 只要是劳埃德提的要求 魔王都会极力的满足他 眼前的英雄没有任何的信息流出 而他的目标也只有我一个人 就在此时 对方怒骂道 劳埃德你这个叛徒 得到陛下的信愿 成为了帝国的英雄之后 竟然背叛帝国 投靠魔界 劳埃德听到对方竟然如此误会自己 没想到他们是这样讲给你听的呀 好吧 我明白了 原来你是个弃子啊 胡说 我接到了陛下让我来处理叛徒的重大任务 不 你现在称我为叛徒就是证据 你究竟犯了什么罪 才会碍到皇帝的眼 被这样抛弃呢 不一会 劳埃德开启了对英雄的洗脑 说明了他在魔族具体是为了什么 所作都是为了帝国 大受刺激的英雄浑身颤抖 自己明明为了帝国付出了一切 劳埃德让他在失去性命之前好好想想 随后 整个地牢都是英雄要向皇帝报仇的声音 劳埃德很无语 这家伙的忠心真的有限 魔王问劳埃德 这家伙你打算怎么处置 劳埃德认为这家伙还是除掉比较好 魔王表示没问题 这事会处理 但是在此之前 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这时魔王表示一军长传来了 最前线的紧急支援邀请 这次特有意思 据说这次上战场的不是区区的英雄候补 而是有真英雄参战 我相信你肯定感兴趣的 魔王看着劳埃德一脸不情愿的表情 继续补充道 如果最前线出现的英雄 不是皇帝利用过后 就会抛弃的碎片 而是真英雄的话 一般的魔族都会被英雄碾压 而且最重要的是 想必你也好奇 皇帝派来碎片刺杀你之后 又派真英雄来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这一次的任务也拜托你 就在此时 劳埃德一脸猛逼 自己怎么出现在这里 而且就听到魔王说 让自己准备下就出发 劳埃德被魔王说得云里雾 只好不情不愿地来到上面 他奶奶啊 自己只记得跟魔王去了地牢 就那一煞内奸 回过神来一看 居然又被派到一个恐怖的战场 从之前开始就总是出现 记忆消失的情况 没到那个时候 就像要疯了一样 难道我得了怪病吗 就在此时 副关艾恩热情地让劳埃德上马车 劳埃德连忙点头是一只的 心想寄来之则安之吧 至少在死之前 去看看那个英雄长什么样啊 而他这副模样在艾恩看来 劳埃德大人之前靠着狩猎魔 暂时缓解了自己的极可难耐的欲望 但这怎么能满足 就算前线在危险 战况在危急 都不能阻挡劳埃德大人 去前线挑选六位乐局 就在此时 一声温柔的罗力声出现 十一军长莉莉温柔地看着劳埃德 他那双望穿秋水的双眸 恨不得把劳埃德装在心里 劳埃德很好奇 十一军长怎么出现在这里 这家伙虽然看起来很可爱 但他的魔力可是仅次一模 自己可不能被他的外貌灵魂 而这时 十一军长莉莉一脸紧张地在背后摸 抛出一条名为爱情水晶项链送给劳埃德 劳埃德一脸凝破地看着项链 正想找着借口拒绝 十一军长莉莉表示 这条项链被施了防御魔法 能抵达一次致命的攻击 劳埃德嘴上说着不论 身体急忙把项链窝在身上 劳埃德看着闪闪发动一项 手不自觉捕摸着十一军长的作法 而这时 劳埃德也反应认为 怎么不知不觉就放松了几天 在劳埃德伸回手的瞬间 艾恩急忙表示 真的非常感谢莉莉大人 即便劳埃德是无敌且情大 有了莉莉大人的项链 这下我是彻底的放心了 莉莉被艾恩感动 没想到艾恩那么温馨劳埃德大人 真是个优秀的作者 两人瞬间一起相逃 以后也要继续用这种态度 照顾劳埃德大人 劳埃德看着眼型的两个人 跟电了一样 算了 毁灭吧 随后自顾自地上了马车 他本是皇帝的战争英雄 勇者也是他的同僚 在一次执行任务途中 勇者莫名死在他的怀里 而他也成为了魔王最珍惜的人才 此刻 劳埃德在马车上越想越不对劲 就在此时 勇者让劳埃德留在原地 认为战争就该让帝国军去收尾 劳埃德当时一脸的犹豫 勇者认为这次的魔王 是一万多年来最强的 要是在场的人全都牺牲了 就没人回去报信了 这个任务就拜托劳埃德大人了 劳埃德当时向皇帝许了个愿望 这个愿望需要大量的功绩来完成 勇者也明白劳埃德活着才能做更多的事 意义也更重要 让劳埃德带着情报回去才是最好的结局 就是不知劳埃德向皇帝许了什么愿望 需要这么多功绩来完成 在临别之际 勇者让劳埃德答应他 等他回来 一定要告诉他到底许了什么愿望 劳埃德在森林交集的等了很久 此前想后 还是决定去看看更好 赢了就大家一起回去 输了就赶紧跑 就远远地看一眼就好 劳埃德不敢相信 身为勇者的他 竟然败在魔王的手下 还败得如此干脆 而这时 魔王看着没任何反抗能力的勇者 决定给他一个说一言的机会 勇者微微一笑 直接震碎体内的能量自保 劳埃德看到勇者即将自保 心里想着要快点跑 把这里的情况汇报给皇帝 就在此时 一个魔族站在劳埃德身后 不由分说的 就像劳埃德发起了袭击 一名魔族跳到劳埃德身后 并一拳 重重地砸了下来 劳埃德快速地跳到旁边 该死 这魔族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一言不发就搞偷袭 劳埃德心知 这样下去肯定要交代在这里 立刻掏出缠在腰间的短剑 冲向正在挥舞的魔族 劳埃德凭借了德的身法 三下两出二的 就跑到魔族的屁屁下方 并用力利用魔族的屁屁 一跃到魔族的上方 快狠准的 往对方脖子刺去 劳埃德的这一击 也只是把对方的表皮层刺穿 劳埃德心想 玩犊子了 该怎么办 就在此时 悬崖边上发生剧烈爆炸 劳埃德也往下坠落 在坠落的过程中 劳埃德紧紧地抓住魔族 而魔族身躯太过于庞大 加剧了坠落的过程 只见 一声巨大轰鸣 带烟尘缓缓散去 魔族看着眼前的人类 竟然干掉了他们的七军长 劳埃德没想到自己还活着 而劳埃德也反应了过来 自己不仅掉落在魔族的正中心 甚至还在一群魔族的眼前 把他们的七军长干掉了 而前方不远的 就是魔王 他那副表情 是要随时干掉我一样 劳埃德 你怎么在这里 明知我要自爆 你还过来 劳埃德跑向了勇者 一脸的愧疚 勇者很无奈地停止了自爆 他是有多希望劳埃德能活下去 劳埃德是那样的善良 勇者在停止自爆的同时 尝试把自身的力量转移给劳埃德 魔王也发现一场 这个光芒和之前的完全不一样 勇者怎么可能把力量转移别人 你是有多愚蠢 放弃了自爆 试图将力量转移到我的身上 而这时 劳埃德那脆弱的身体 在魔界重力的影响下 自然的科学 他这一幕 在魔族的人看来 这个人类把自爆的勇者淡掉 而且在科学 他用自己的身体承受住了勇者的力量 怎么可能安然无恙 劳埃德自嘲地笑了笑 有什么关系 反正等会都要死了 魔王觉得他很有趣 这个环境下还能笑得出来 人类 你叫什么 劳埃德 随后魔王向劳埃德 掏出了橄榄枝 劳埃德表面镇定地答应 心里却是慌得一批 没想到自己 竟是以这样的情况活了下来 也就从那天开始 自己就被魔族误会得越来越深 也来到魔族交界线 伊军长带着大量的卫兵 在此恭候劳埃德 在简单地见面后 劳埃德露出了自嘲的笑容 自己真的没有一点选择的余地 伊军长也看出了 劳埃德对战争的渴望 他是魔界最强的军团长 也是最可怕的劳埃德 副官艾恩正在小心翼翼地 替劳埃德缠上绷带 看着劳埃德那期待的眼神 他就知道 劳埃德大人肯定很期待新英雄的出现 艾恩也很期待 英雄被踩在脚下的那一刻 顺带一提的是 这个绷带是魔界的特殊绷带 只要不受到巨大的伤害 就能修复完好 具有保湿 美容美肤的效果 劳埃德打着观察军营 顺带看看七军长的尸体 实则是想拖延时间 他很怕 真的很怕 只想找个角落躲起来 魔族的士兵看到劳埃德那一刻 小脸通红 恨不得和劳埃德贴贴 伊军长看到这一幕 劳埃德大人的到来 火针让我军的士气到达了顶峰 而在树上的刺客 想不到卡卡西大人的猜测是真的 魔界是真的有一名强大莫测的军团长 看他一副死人木乃一样 怎么都不像有强大的力量 当即 刺客掏出了 一枚放在屁眼淬炼了几十年的老毒针 向着劳埃德刺了过来 劳埃德走着走着 一个不小心被石头绊倒 老毒针也没能如愿 一击未能命中的刺客 急忙离开原地 魔族士兵还以为劳埃德要放大招 劳埃德表示吃饱了有点撑 拉伸下对身体更好 劳埃德心想 这魔界真危险 走着走着都能摔倒 还是赶紧回去再说 刺客很惊讶 这家伙竟然没汇报有刺客 难不成 他想让布侠 偷偷地把我干掉 刚回到房间的劳埃德 就看着艾恩 一手拿着杯子 一手拿着红酒 这家伙竟然背着我偷偷喝酒 艾恩 关于新英雄卡卡西的资料 你了解多少 艾恩表示劳埃德大人真的很抱歉 我只知道新英雄是个男人 在屋檐下的刺客 心想 我立刻把我干掉 还说起了卡卡西大人的消息 难不成 他知道了 我是卡卡西大人派来刺杀他的 艾恩你可知错 对于敌人的资料一问三不知 更是在军营喝酒 可是杀头之罪 艾恩急忙表示 劳埃德大人你误会我了 这瓶酒是拿出来给你喝的 这样吗 原谅你了 还不赶紧倒酒 奶奶的 终于喝上了心心念念的葡萄酒了 就在此时 身旁发出一响 刺客用鼻腔淬炼几十年的老毒丸 以悄悄地扔进红酒杯 刺客心想这傻貌 这下还独不死你 就在劳埃德准备喝下去的瞬间 劳埃德停下手中的动作 杯子往旁边一扔 这里怎么都是虫子 在劳埃德喝下酒的那一瞬间 第二个人格 把手中的杯子扔了出去 吓得副官艾恩 连忙给劳埃德满上 就在此时 刚刚掉落的酒杯 把地板腐蚀的咯咯响 艾恩连忙把劳埃德手中的杯子打碎 看着地板内腐蚀的声音 确定了红酒有剧毒 而屋顶破开的洞 恰恰证明了 有刺客悄然无声地潜入了这里 并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酒中下了毒 军营也开启了紧急集合 一军长很震惊 竟然有刺客潜入军营 刺杀的还是军团长劳埃德 要不是副官艾恩发现的及时 恐怕就被人类的刺客得逞了 劳埃德一想到后果 就全身头皮发麻 这魔界真的是危机四伏 不仅生活没保障 就连帝博军都是自己为眼中钉肉中刺 要赶紧摆脱军团长这个职位才行 人还得是狗的酒才活得长啊 面对艾恩的愧疚 劳埃德表示没什么 这都不是你的错 表面的功夫还是要做足 毕竟这个刺客能躲过艾恩的感知 那就证明了对方的实力 连比艾恩强多了 而且因为那个刺客 就连酒都浪费了 而在进去的那一刻 红酒是没有开启的 也就证明了是杯子有毒 为此劳埃德决定 再来一瓶红酒压压惊 而在深山老林逃窜的刺客 也清楚地明白 魔族的军团长是有多强大 对方不仅没有干掉自己 甚至戏弄自己 看来密探的情报 传闻魔王和军团长有断锈之辟 这个消息是八九不离始了 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 为此刺客回到人类大本 立刻向塔卡西大人 汇报了魔族军团长的一切信息 塔卡西也明白 刺客的实力仅在英雄之下 可刺客一副被吓破打的模样 让塔卡西一脸的慎重 决定把战略防线退回帝国 对方若是敢追来 一一击杀就是 若是对方不追来 自己也落得清闲 就在此时 卫兵一脸慌张地跑进来喊道 塔卡西大人 魔王军已经打了过来 喝完红酒的劳埃德 呈现疯癫状态下的他 追着人类的卫兵 就开启了惨无人道的单方面虐杀 劳埃德正玩得开心 一道剑气地出现 强如神体的劳埃德 也无法阻挡卡卡西的攻击 塔卡西也确认了刺客的情报无误 自己蓄力了十年的剑气 竟也只能让魔族的军团长轻微的可学 殊不知 这一切多亏了十一军长莉莉 送给劳埃德的新型魔法水晶项链 能抵挡一次致命的攻击 而远在魔王城的十一军长 感应到项链的破碎 意识到大事不妙 劳埃德大人肯定有危险 不顾手下的阻拦 愤怒地赶往前线支援 那里可是有他心心念念的劳埃德大人 卡卡西的出现 让残余的帝国士兵看到了新生的希望 然而 劳埃德很快便把士兵的希望覆灭 慢悠悠地走到卡卡西面前说道 你的眼神很像我的一位朋友 他是真的傻 为了我情愿牺牲自己 临死也不忘向帝国效忠 还有 你这一身盔甲真不错 就让我试试你的盔甲有多少防御 下一刻 劳埃德就突刺到卡卡西眼前 卡卡西仅凭身体本能躲避 简直超越卡卡西的认知 卡卡西只能使用器来判断劳埃德的动作 在两人的一番激烈碰撞下 战斗了仅仅30秒 卡卡西就判断出了 对方的速度虽快 力量却很小 总结就是短小快 只要自己用绝对的力量 耐机就能干掉眼前的军团长 然而下一秒 王埃德就掏出了另一把短剑 第一脚把卡卡西踹开 借力拉开距离 二人也是打了个55开 卡卡西很震惊 对方果然在隐藏实力 劳埃德看到对方的实力如此的巧 再打下去自己绝对玩犊子 便表示夜深了 今天到此为止 卡卡西认为战争还未结束 是你们魔族率先侵犯警戒线的 劳埃德表示 在七军长被你们干掉的那一刻 战争已经结束了 你们退回人类帝国边界即可 卡卡西听到对方说自己干掉了七军长 可是自己情报上 明明干掉的是十一军长 难不成密探的情报有误 有着强迫症的卡卡西 答应了撤回帝国的边界上 带弄清情报的真实性 再决定是否进攻还是防守 一军长觉得就这样撤退很可惜 现在正是我军士气高昂时刻 劳埃德大人肯定是没完够 才让对方撤退休养生息 然而 亮亮呛呛的劳埃德 走到一军长面前就直直地倒下了 这时 一军长才明白 在于勇者的对抗中 劳埃德还未完全恢复 竟然扛着重伤之躯 还能击退对方的英雄 为魔族的士兵 带来不可估量的士气加持 本以为劳埃德是魔王带回来的宠物 谁曾想 他竟为了魔族付出了如此多的贡献 光得知劳埃德旧伤复发 第一时间就把劳埃德接回魔王城 看着劳埃德一脸的憔悴 魔王倍感心痛 劳埃德表示想了解新英雄最新资料 魔王打去道 那正好 二军长刚拿回了新英雄的资料 劳埃德的脑海浮现了二军长的身影 浑身就不由自主地打冷战 二军长这家伙 每次都拿一堆女装来让自己试穿 还美名其约地说魔王大人耗着一口 魔王拍了拍劳埃德的肩膀 埃德你别担心 我给二军长一大堆情报处理 没得几年估计也出不了房间门 在此之前 你先好好休息一会 不多时 魔王就带着一叠新英雄的情报 让劳埃德先了解下情况 劳埃德正仔细看着新英雄的情报 一声温柔的萝莉声 劳埃德大人 劳埃德的主人格上线 一脸猛逼自己怎么回到魔王城 莉莉看到劳埃德完好无损 双眸的眼泪哗啦啦流 劳埃德看着恐怖无比的十一军长抱着自己 还说什么 自己完好无损 自己明明在军营喝下一瓶红酒 该死 自己喝酒又断片了 厉厉撒娇地表示 劳埃德大人 你知道吗 我感应到送给你的项链破碎 就第一时间前往前线寻找你的身影 再得知劳埃德大人回到魔王城 就第一时间返回 直至看到你平安无事 在前线也听说了你的英勇事迹 凭借一人击退人类的新英雄 更是逼迫人类帝国的士兵 退出魔族的领地 劳埃德大人 你真的好帅 真想永远地抱着劳埃德大人 劳埃德听着十一军长的陈述 也明白了 若不是凭借十一军长送的项链 自己可就死在前线了 当劳埃德看到情报的那一刻 心中即是惊喜又是害怕 曾经那个让自己苦苦哀求的哥哥 竟然也成为了新英雄 心情大为失落的劳埃德 板着一副脸向十一军长离去 副官一脸慌张地看着莉莉 表示劳埃德大人真的很恐怖 招呼都不打一声就离去 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距离更安全 下一秒 莉莉就露出一脸花痴样 劳埃德大人是那么的帅气 不管劳埃德大人干什么 只要是劳埃德就行 这一刻 副官只想赶紧跑路 离开这种混乱的职场 在房间的劳埃德 揣测狗皇帝到底想干什么 明明答应了他的条件 还让自己的哥哥攻打魔族 自己意识也总是断断续续的 现在唯一接得上记忆的 就是看到情报的那一刻 魔王示意自己该回人类的世界 让自己收集帝国有用情报 并在自己的身体打上定位魔法 这样一来 在魔街自己是间谍 回到帝国还是间谍 那么我到底是什么 他们博弈的棋子呢 就在此时 副官一脸紧张地问劳埃德大人 是否现在就出发人类世界 爱恩看着劳埃德一脸的不舍 在来之前 魔王大人问自己是否要当九军长 统领一军 爱恩犹豫了很久 若是自己当上了九军长 那么就不能再保护劳埃德大人了 也无法时时刻刻跟在劳埃德大人的身边 为此爱恩拒绝高升 在看见劳埃德大人的这一刻 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念头 劳埃德看见爱恩愣在原地 就让爱恩赶紧准备去人类世界的粮食 在零行之前 劳埃德特地让爱恩好好照顾自己 劳埃德是真的怕 爱恩这个精神小伙 扛不住压力和魔王辞去复官的位置 劳埃德表示自己这次回人类世界 会带回一堆零食给你 爱恩也是被劳埃德话语感动了 有哪个军长会这么关系下面的人 在劳埃德不在的日子里 爱恩决定要更加的努力 等劳埃德大人归来的那一天 以全新的样貌出现在劳埃德大人面前 劳埃德走到门外的那一刻 卫兵严阵一带 大声质问劳埃德 你是想死吗 竟敢擅闯伯爵府 劳埃德淡淡道 回个家而已 也不用这么欢迎自己吧 当劳埃德踏入家门口的那一刻 整个伯爵府的下人 都恭敬地迎接劳埃德 劳埃德也是麻木了 又搞这么大阵仗 管家贝尔很感动伯爵大人能回到家 看到伯爵大人安然无恙地回来 不过 伯爵大人脸上的伤势怎么回事 就在管家心疼劳埃德那一刻 劳埃德拿开了管家手 我都这么大了 能有什么事 管家也笑着打句道 您如今是一位优秀的伯爵大人了 并细心地问劳埃德 这一路上奔波劳累 需要先休息一下吗 劳埃德表示 本会就要去拜见皇帝 相对于休息这件事 劳埃德更想搞清楚的是 哥哥卡卡西到底是什么情况 而在另一边 公爵卢卡斯得知了劳埃德回到伯爵府 问卡卡西对弟弟劳埃德的态度 卡卡西表示已委托刺客工会 公爵冷笑了一下 要是委托刺客这件事暴露 被抓到把柄的话 皇帝怪罪下来怎么办 小林 你说说看 是的公爵大人 如果是伯爵大人的行踪 透露给反叛军的话 我想 反叛军会很乐意地除掉伯爵大人 卡卡西你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卡卡西表示 现在就去联系反叛军 卢卡斯也很好奇 被皇帝认定的英雄 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巧 名女仆小脸通红的 看到伯爵大人身穿一袭白衣 要是身上多点装饰品 会不会更突出伯爵大人的美貌呢 要是嘴里再含上一只玫瑰花 这样的话 真的要疯了 劳埃德一脸的恍惚 瞬间就完成了洗澡和装扮 不过眼前的女仆的眼神好奇怪 居然纠结自己穿什么 反正都是白色的制服 有什么好纠结的 劳埃德在离开之际 向管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自己离开的时间里 把府邸的一切管理的有条不紊 管家听到伯爵大人这样说 表示这是自己的分内之事 就是年纪大身体浑身刺痛 有点力不从心 时不时的半夜一人独守空房睡不着 打算这次等伯爵大人回家 就和伯爵大人商量一下辞职的事 劳埃德亚麻呆住了 管家贝尔毕业于帝国管理系的精英生 不管是人力 物力 行政资源的管理 都是万能的 最重要的是 管家不用发工资 经常还补贴府邸上的开支 为此 劳埃德好言相劝管家贝尔 要不要好好地考虑下 这时 管家贝尔表示开玩笑的 好久没见伯爵大人了 就想看看伯爵大人惊慌失措的模样 这是我一把年纪唯一的乐趣 劳埃德怒从心中来 气也无处可发 临行之际劳埃德也只是带了几个护卫 在马车上的劳埃德 一想到魔王和皇帝这两个恐怖的存在 心里就一阵嘀咕 现任皇帝戈斯拉 他的上位可不是受命于先皇 曾经身为108王子的他 将自己的107位哥哥和姐姐们 全部亲手除掉 当时王子公主们的血液 染红了王宫的每一块土地 浑身是血的戈斯拉 亲自戴上王冠 即使过了十年的现在 那一幕也是家喻户晓 戈斯拉在成立王国的那一刻 把王国变更为帝国 以帝国的名义 向周边王国发布侵略 战争也由此开始了 自己也是在这一刻发生转折 长达十年的战争 自己不是在战斗 就是被迫战斗 导致记忆也断断续续的 在这场战争中 人类大陆三分之一的领土 被帝国所吞噬 皇帝戈斯拉也成了 帝国的开拓者 而我在战争中立了大功 成为了名誉伯爵 在劳埃德想到魔界的那一刻 马车剧烈地晃动 就看见护卫和敌人在交手 敌人手臂上缠绕的标识 这是反叛军 若是再不出手 护卫可能就抵挡不住了 就在此时 一名刺客 向着劳埃德突袭而来 抓着劳埃德的脖子 皇帝的狗 我终于找到你了 劳埃德看着眼前的反叛军 眼中露出一丝怜悯 皇帝为了扩张领土 吞噬了数十个国家 而失去国家的人类 被愤怒遮蔽了双眼 自发地汇聚在一起 也就形成了眼前的反叛军 反叛军宛如过街老鼠 只能干些不痛不痒 恶心皇帝的事 可是这个反叛军 怎么找上了自己 还说自己是英雄 什么英雄 劳埃德急忙表示 自己是劳埃德 不是你口中的英雄 反叛军心中可是真气啊 我就是眼瞎了 也不会找错人 而且就你这个模样 就在此时 劳埃德掏出短剑 突刺了过去 反叛军一脸不屑地 看着劳埃德 就这样 你这样就是英雄 果然传闻都是假的 什么劳埃德堪比勇者 不过是狗皇帝 推出台面的货色 要怪就怪狗皇帝去吧 就在此时 一只穿云剑 击中了反叛军的斧子 斧子也被击落掉在地上 反叛军背后传来音效声 看来今天能玩得很开心呀 他们就是让人 闻风丧胆的恶魔骑士团 诞生于帝国混乱时代 由劳埃德所创造的 恶魔骑士团 他们拥有和劳埃德 第二个人格一样的特性 唯一不同的是 这个恶魔军团 是由第二人格所主导的 他们最喜爱的就是残忍 哪里有刺激就在哪里 反叛军这时心中 也打起了退堂股 抓紧把眼前的劳埃德干掉 就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就在这时 反叛军发现 自己的手臂皮开肉绽 急忙把劳埃德甩开 一眼不可置信地 看着自己的胳膊 伤痕都能见到骨头 而劳埃德走到反叛军身前 很可惜 就差那么一点 一点 就能让你的胳膊碎掉 真的很可惜 我会尽快地 让你成为一件艺术品 随着扑刺一声 恶魔军团也恢复了理智 劳埃德缓缓地走下马车 这个程度 好像还差一点什么 对了 这里差一点 还有这里 让它变得更完美一点 对 就是这样 恶魔军团也被队长 那无比绝伦地操作吸引了 我们的艺术品 是不是还差点 就在此时 恶魔军团发现身后的侍卫 吓得侍卫两眼茫然 劳埃德也被他们的动静 吸引了过来 这是 还有敌人吗 让他们也变成一件艺术品吧 不多时 马车也到了皇帝的宫殿 守卫一脸的震惊 这辆马车上竟然沾满了血迹 从马车下来 一位浑身是血的白衣男子 急忙拦下对方 表示这里是皇宫 没有皇帝召见不得入内 劳埃德露出友好的表情 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 侍卫这时才认出劳埃德 急忙表示皇帝 早已在宴会厅等待多时了 来到宴会厅 劳埃德就看到那个 让自己又恨又爱的好哥哥 在自己最无主 最痛苦的时候 向着至亲的人求救 而最亲的那个人 竟然还对自己出手 劳埃德踏入宴会厅的那一刻 整个宴会厅鸦雀无声 不敢相信 那个人竟然回来了 劳埃德在卡卡西身边走过 感受到了碎片的气息 看来哥哥是真的掌握了碎片的力量 成为了帝国的新英雄 周围的王公贵族 看到劳埃德一身的血迹 也证实了 劳埃德是吸血鬼伯爵的谣言 公爵卢卡斯也暗叹 看来传闻劳埃德 看比勇者多少有点真实 皇帝饶有兴趣地看着劳埃德 劳埃德我最爱的臣子 我们换的地方好好聊一聊 皇帝坐在沙发上看着劳埃德 心中窃喜 劳埃德在战争中是多年的先锋将军 更是与勇者是同伴 还安顿了勇者的身体 最重要的是 劳埃德这家伙败给了魔王 不仅没被魔王丢给魔物作为口粮 还成功了打入对方的内部 皇帝关心地问劳埃德 找到解除诅咒的方法了吗 劳埃德表示没事的 皇帝该不是以为 自己身上的定位魔法 是让自己身体变得极其脆弱的诅咒吧 下一刻 皇帝表示劳埃德 你该回魔界了 那里才是你该发展的地方 劳埃德也是亚麻呆住了 自己刚从魔界回来 又要回魔界 当即质问皇帝 你派刺客来魔王城刺杀我 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吗 他只是英雄候补而已 皇帝不以为意地打去道 那家伙不过是个废物 他活着只会玷污英雄这个名字 你不也是多亏了那个废物 在魔界的地位才变得更加稳固了吗 军团长劳埃德你说是吗 我勒得擦 劳埃德当即表示魔王给的太多了 真的没法拒绝 皇帝表示我这是赞美词 劳埃德你要想想 魔界可是从未有人类 打入过他们的内部 这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你可要好好地把握 下一秒 第二人格出现 质问皇帝为何让卡卡西登上英雄之位 他可是我家除我之外 唯一的幸存者 不对 是唯一 一个在我手里活下来的人 小体弱多病的劳埃德 因为白色的头发和红色的眼睛 父母就把劳埃德关在府邸里 面对仆人的窃窃私语 说劳埃德有可能不是家主大人的孩子 有可能是吸血鬼的后代 劳埃德就常常幻想 自己能有一双黑色的眼睛 绿色的头发 这样就不会被区别对待了 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劳埃德 看着全家的合照 心中才会有一丝的温暖 而他唯一的乐趣 就是跟在哥哥卡卡西的身后 那种安全又幸福的感觉 面对严厉的父亲 母亲总是想把劳埃德留在家 只要劳埃德能健康的长大 比什么都重要 相对比优秀的哥哥 劳埃德的存在就差远了 为此父亲决定 在这次皇帝的宴会上 带劳埃德过去 希望劳埃德能为家族增加名望 而父亲对哥哥的态度 永远都是语气清和 眼神中闪烁出希望 这也加剧了 劳埃德心中的自卑 在成年以后的劳埃德 做出无法挽救的事情 埋下深深的福比 而在皇帝的宴会上 拥有一些白色的头发 红宝石一样的双眸 很快吸引了几名熊孩子 刚开始 天真的劳埃德 还以为自己交到了朋友 童年总是无忌的 可是有些熊孩子就是恶魔 从一开始的冷嘲热服 到后面的各种问候 年幼的劳埃德也只能奋勒 举起娇小的拳头回击 质问熊孩子 什么都不懂 就瞎说 回应劳埃德的 只有冰冷的拳头 夜深的劳埃德被摁在地上 一拳一拳地打在他的脸上 无力的劳埃德 只能任由对方嘲笑他是怪物 而这时 在附近的卡卡西 发现了弟弟被人揍 急忙跑前来看弟弟受伤严重 而他受伤被揍的事情 在府底传得沸沸扬扬 家族从未出现如此弱的后代 相对于母亲的悲伤 劳埃德更注重父亲脸上的表情 看来父亲是更加讨厌我了 就在此时 卡卡西握住了劳埃德的手 劳埃德还以为哥哥是想要 自己打起精神努力 谁曾想 哥哥让劳埃德别在意 没有人会对你抱有期待 自打那之后 劳埃德就被父亲关在房间里 不准踏出房间一步 看到窗外的父亲母亲哥哥 有说有笑的表情下 仿佛自己是个局外人 这样的局面一直到了 少年时期的劳埃德 唯一每天来看着自己的 只有一名仆人 提醒劳埃德到饭点该吃饭 可能唯一的乐趣 就是和哥哥下围棋的时刻了 也只有在这一刻 劳埃德才能知道父亲母亲的信息 哥哥总是说父亲母亲很忙 明知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劳埃德也不敢揭穿 明明母亲总是在深夜的时候 偷偷站在我的床前 无所谓了 反正自己是个可有可无的人 就在此时 门口走进两名官差 卡卡西愤怒地站起身 正想质问对方是何人 皇帝有令 塑造劳埃德前往前线战场 少年时期的劳埃德 被军官拉着就往外拽 卡卡西急忙拦下对方 军官甩开了卡卡西的手 你们家向皇室递交了正式文件 我们也只是奉命行事 具体情况问你们的父母 就这样 劳埃德一脸的惊慌 在得知父母要送自己上战场的那一刻 劳埃德心中的那个天 就塌了下来 父母明明知道自己身体很差 上战场的话肯定会死的 哥哥为什么不阻止父亲母亲 劳埃德回头的那一刻 冰冷的大门 宛如一把锋利冰冷的尖刀 深深刺进了劳埃德的心脏 让劳埃德明白了 自己是一个不配得到爱的人 原来 大家都想渴望自己能早点消失 在抵达战场的第一天 劳埃德拿着手中的宝剑 沉重的宝剑让劳埃德呼吸都困难 劳埃德可是一名高高在上的贵族 为何会被安排在第一线 看他那副弱不禁风的身体 肯定第一天就在战场上丧失生命 劳埃德听到会丧命二子 心中下定决心 一定要活下去 日复一日的战争 曾经的一位位战友 倒在劳埃德身旁 令曾经胆小懦弱的劳埃德 每天都活在水深火热中 直到 那个他出现了 从此战场就诞生了一位杀神 每一个出现在他眼前的人 都会成为一副冰冷的尸体 麻木的战场 劳埃德对家的思念 逐渐淡去 看着别人家中寄来的信 每一个人眼中 都流露出幸福的泪光 而自己千等万等 只等来了一番 最前线指挥官任命通知书 这一刻 劳埃德下定决心 要让那个曾经的家 也变成地狱 劳埃德回到了 曾经的那个家 亲手杀掉了 那个让自己陷入地狱生活的父亲 看着地上悲伤的母亲 毫不犹豫地挥动手中的匕首 送母亲也离开了这个世上 劳埃德此刻 心中极开心又痛苦 可是为什么会痛苦 就在此时 卡卡西打开了门 劳埃德满脸泪光愧疚地 看着地上的父亲母亲 哥 帮帮我 我很痛苦 帮你 谁来帮你 下一刻 劳埃德攻向卡卡西 卡卡西连忙抵挡 你从始至终就是一个旁观者 什么都做不了 在主人格的视角里 是多么想让卡卡西 干掉自己 只要自己能下地狱 这一切的痛苦都能消失 体力透支的劳埃德 终究还是缓缓地倒下 就在卡卡西举起武器 要干掉劳埃德的这一刻 一声伯爵大人 让在聚会上的劳埃德回过神 原来是恶魔军团的团长来纳道 劳埃德看着眼前的卡卡西 哥哥那绿色的眼睛 黑色的头发 是自己一辈子都无法拥有的 这时卡卡西忍不住开口道 在魔界我碰到了传说中的军团长 对方的出现 让魔界的士气带来不可估量的加持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你 卡卡西是故意试探我的吗 难不成他知道了军团长就是我 我就是军团长 听着卡卡西说什么 如果我在他们军的话 也许我军的士气不比对方差 这时劳埃德忍不住笑了起来 什么鬼 是要我去练习影分身吗 我亲爱的哥哥 我可不是你 这样大可不必 卡卡西看着劳埃德那冷漠的眼神 果然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冷漠 对所有事情都极度无情 欲言又止的劳埃德 转身就看着桌上琳琅满目的点心 拿起一大盒布丁就吃了起来 这久违的味道 上一次吃还是在15年前的时候 卡卡西的这家伙真的是 总是打扰自己 就在这美妙的时刻 还问自己讨伐怪物有没有受伤 就算受伤 自己也不会在他的面前表现出来 劳埃德并不想搭理卡卡西 自顾自地吃起了布丁 就在此时 公爵卢卡斯出现在面前 卡卡西赶紧鞠躬行人 卢卡斯向劳埃德伸出虚伪之手 劳埃德默不作声 缓缓地转过头去 自己先把嘴里的布丁咽下去再说 他这一举动 让宴会厅的名流贵族诧异 劳埃德只不过是区区的名誉伯爵 竟敢用这样的态度 对待帝国唯一的公爵 不愧是冷血无情的劳埃德 劳埃德的高冷 让卢卡斯想立刻刀了劳埃德 卢卡斯的眼神 已经很好地说明了一切 就在此时 皇太子出来打破现场的尴尬 并上前 在劳埃德身旁说道 别怕 有我 面对眼前的皇太子 卢卡斯也不得不低头 卢卡斯这家伙 一直徘徊在劳埃德身边 难不成想遇行不轨 劳埃德只能由我守护 突然 身后出现一人用力地抱着劳埃德 劳埃德大人终于回来了 这一次我会把你牢牢地握在身边 众人也发现了这一幕 看着满地的鲜血 也是一脸的猛逼 劳埃德心里苦 明明都要吞下的布丁 竟然被公主一个重击吐了出来 莱娜赶紧把劳埃德的嘴捂住 别说话了 等下就穿帮了 属下很明白大人的心情 吵闹的声音 吸引了皇帝的注意 皇帝身边是帝国的第一位英雄羞苦 公主此刻也是很自责 如果自己刚刚小典礼 也许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众人也是很好奇 劳埃德也是英雄 会因为被公主撞一下就吐醒吗 皇帝在旁解释 在来皇宫的路上 他遭到了袭击 想必是内脏受到了内伤 加上太过疲劳所致 劳埃德还想解释一下 这是布丁 皇帝便开口让劳埃德先行回家 他身上可是背负了魔王的诅咒 就算公衣来了也做不了什么 劳埃德也只能硬着台阶了 后面被人发现是布丁也没关系了 突然一股旋韵感传来 一个亮枪 一人紧紧抓住劳埃德 劳埃德看去 正想说谢谢 就当场愣在原地 急忙甩开卡卡西的手 劳埃德一脸的嫌弃 为什么卡卡西总要露出一脸关心自己的模样 自己在战场上 无数次生死边缘的挣扎 为什么现在才来关心自己 当初被映照上前线的那一刻 为什么不阻止 皇帝轻轻地拍了下劳埃德的肩膀 一脸的关心 让劳埃德赶紧回去休息 看来大家都很讨厌自己 已经开始下注颗令了 自己就不该来的 卢卡斯瞥了一眼卡卡西 露出一副耐人寻味的表情 卢卡斯试探地问卡卡西 你的弟弟在你的宴会上捣乱 为何不当场发难 一举把他做掉 卡卡西表示不想把事情搞大 卢卡斯的眼神露出一丝怜悯 当初卡卡西向自己寻求庇护的时候 刚丧失父亲母亲 又深受弟弟劳埃德的迫害 当时卢卡斯问卡卡西 为何会找上自己 卡卡西低头轻声道 我是为了保护 当初卢卡斯还诧异 卡卡西的保护是什么 在见识过劳埃德那个疯子后 也明白了卡卡西 确实需要自己保护 既然卡卡西成为了我的中群 我怎么可能让你受一点点委屈 刚回到博局府的劳埃德 隔着老远就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 就看见前院聚着一群人 四周燃起了火焰 他们是在我家门口开派对吗 当劳埃德看到 是恶魔军团的人后 有点怀疑自己的眼睛 当即质问道 混蛋 你们怎么在我家门口 玩这么重口味的东西 恶魔军团的人还想搅便下 劳埃德的手中 突然多出了一枚炸弹 这光滑的触感 好像之前没吞下去的布丁 莱纳在旁击盲说道 大人这是炸弹 吓得劳埃德随手往前一扔 在炸弹落地的一瞬间 一个巨大的火球绽放 劳埃德感叹 恶魔军团的玩具 越来越高级了呀 下次他们还要玩什么 就在此时 炸弹爆炸的地方 一名男子站起来说道 不愧是堪比勇者的存在 仅凭胆之就把炸弹原路扔回来 劳埃德众人也在庆幸 炸弹炸的不是自己 再看清男子手臂的标识 是反叛军后 恶魔军团的人更兴奋了 仿佛这是大人给他们的暗示 以后一定要学大人这样玩 劳埃德生气地说道 你们怎么在这里 明明把你们规划到 洛夫帝骑士团去了 该不会你们在骑士团玩得太害 被赶出来了吧 恶魔军团的人黏着劳埃德 大人我们生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话 你怎么能说这么伤人心的话 生气地来呢 当场就教训起了他们 劳埃德摸着小鹿乱撞的胸口 赶紧离开这里 劳埃德此刻也是后怕不语 反叛军不仅在路上伏击舞 还想把我的家都抄了 试问自己也没干过 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就在此时 劳埃德注意到了 竟然还有一名幸存的反叛军 看着对方一瘸一管的模样 正想让对方离开 劳埃德就把反叛军制服 管家心想 大人肯定被我这英勇的身姿所折服 看着大人一脸的诧异 管家心里很满足 劳埃德也是很惊讶 平时看上去要死要活的管家 下起手来也这么狠 管家注意到了劳埃德的脸色 竟然一脸的憔悴 这才半天的时间 管家在仔细询问后 也得知了今天发生的一切 便吩咐下人 让大人先回去休息 而此刻 反叛军咬牙切齿地看着劳埃德离去的身影 深知要扳倒暴君哥斯拉 第一步就要除掉三大爪牙之一的劳埃德 其次就是第一英雄修库 还有运筹帷幄的宰相阿凡达 恶魔军团的人 听到反叛军的人说劳埃德是皇帝的狗 暴怒的恶魔军 一刀就把反叛军打了 管家看着失去生命气息的反叛军 思索之下该如何和善良的大人回答 劳埃德本以为回到伯爵府就能享受生活 可是自己面前一堆的资料是什么鬼 做不完 根本就做不完 管家此刻就如同一名老师一般 时不时过来看下劳埃德 再看过管家那温柔的内容 劳埃德的字典里 从此就没有拒绝二字 而且 恶魔军团和伯爵府邸的骑士团 每天不是在吵架就是骂劫 就恶魔军那一副欠揍的模样 不用说都知道是谁在挑事了 这一连串的压力让劳埃德志向百滥 而且管家叨叨叙叙的说个不停 一会夸赞皇帝英明 一会又夸赞恶魔军团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劳埃德听到管家夸赞恶魔军团 想想也是 恶魔军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可是 这么多资料 还是原来家族领地的资料 劳埃德就在疑惑 皇帝是把家族的领地归还给自己了吗 管家在旁渡冲到 在大人参加完宴会后 皇帝就把原家族的领地完全归化到你的名下 劳埃德完全猛了 这皇帝不讲语德 当初明明谈好 让我当一名边界的名誉伯爵 边界的名誉伯爵实权和侯爵差不多 而且家族领地对于自己来说就是鸡肋 也是自己最厌恶的地方 看来真的要找皇帝好好谈一谈才行 就在此时 门外就传来侍卫汇报 皇太子和将军大人来访 而在大厅的皇太子和修库 看着劳埃德一家的全家照 事实证明劳埃德是一个珍惜家庭的人 而这时 侍卫来到大厅带皇太子前往书房 皇太子面带喜色地想着等会该怎么开口 在来之前 妹妹阿莱一脸不悦的表情 让皇太子这个哥哥惊慌失措 虽然距离公主抱的事情已经过了七天 但阿莱觉得这么久的心血都浪费了 而且自己用的还是美人计 那一幕自己明明模拟了上万次 谁曾想 强如神体的劳埃德 会被若女子一个公主抱抱地吐出血 对于这件事 阿莱很愧疚 正打算把劳埃德叫来皇宫 还是到他伯爵府邸上 给他道歉更好 皇太子很坚定拒绝了妹妹的想法 这时弄不好会传出丑闻 而且妹妹你根本就不爱劳埃德 阿莱表示 我亲爱的哥哥 为了皇室 我也是可以做到喜欢他的 只要哥哥的地位更为稳固 阿莱情愿成为人们眼中愚蠢的皇女 只要阿莱和劳埃德有了婚姻之时 那么就不怕哥哥皇位继承的问题 给贵族们创造可以挑逝的借口 而且只要我成为伯爵府夫人 那么就能把伯爵府掌握在我的手里 对以后成为皇帝的哥哥住一臂之力 对此 皇太子还是让妹妹想放弃就放弃 不要勉强自己 可是妹妹竟让我打探 她在劳埃德心中的形象 而此刻 这两个家伙怎么同时出现在这里 皇太子看着劳埃德 解释了在前往伯爵府的路上 碰到将军大人完全是巧合 劳埃德看到了修裤的眼神 感觉到了厌恶 仇恨的气息 而这时 皇太子表示此次前来 是为了上次宴会厅上 妹妹阿莱对伯爵大人的施理行为道歉 劳埃德表示区区小事大可不必 皇太子眼见气氛烘托到位了 说道 这次过来有一件事需要拜托你 这句话让劳埃德紧张到了极点 下一秒 劳埃德就收到皇太子的好友邀请 劳埃德怀疑皇太子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为了一点小事特意跑过来 看着皇太子那娇羞的模样 一度让劳埃德产生了怀疑 而旁边的将军大人是什么鬼 要是自己不答应的话 真的要拔刀了 劳埃德浑身颤抖地说道 能和皇太子做朋友是臣的荣幸 皇太子得到了劳埃德的肯定回答 也是露出了阳光的笑容 劳埃德也是口是心非地说道 今天是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 皇太子也感受到了劳埃德的心意 并表示劳埃德也获取皇宫 要一起练比一双飞剑 然后喝下茶谈谈心 领走时 皇太子抚摸着劳埃德的小手 让劳埃德常来皇宫 他会期待和劳埃德的每一次见面 客厅中 劳埃德和修库二人愣在原地 劳埃德心想该说点什么比较好 就在此时 修库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皇帝想要一周前被抓住的反叛军 其目的是要掌握反叛军的根据地 并且斩草出根 当然 皇帝还说了 如果伯爵大人拒绝的话 也不是不行 就问我的刀答应不答应 劳埃德沉默地在前面带路 不多时 劳埃德便让人把反叛军交了出来 修库看着眼前的反叛军一脸的疑惑 质问劳埃德当时被抓住的有三人 其中一个被炸弹炸死 那么另外一人是如何丧命的 请你好好回答我 修库看着劳埃德 不自觉地回忆到当年的战争 那时的修库很诧异 明明是一名贵族 却被送到前线送死 这不仅地让修库特别关注 那时的修库还心疼劳埃德 他的眼中充满了脆弱 神情早已无一丝神采 突然之间 劳埃德宛如换了一个人 那一双眼充满了冷漠邪恶 就像地狱出来的恶鬼 也就是说这孩子拥有分裂型人格 每每想到这 修库就不仅后背发凉 而这时 劳埃德冷漠地看着修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现在眼前只有你一个人 你是敌人吗 听到这里 修库头也不回得自顾自走了 果然这条疯狗就没稳定过 皇帝为何会把这么危险的因素放在身边 到底是为了什么 回过神来的劳埃德 就看见管家站在身边 管家上前说道 伯爵大人前线怪物横行 派恶魔军团去边境讨伐怪如何 劳埃德一想到疯狂的恶魔军 就想也不想答应了 还吩咐管家现在就让恶魔军出发 恍惚之中 劳埃德看到了莱娜 什么鬼 怎么自己来到了边境 看着在前方兴致高昂的来呢 劳埃德很疑惑地问恶魔军 自己怎么会在这里 恶魔军表示这么有趣的活动 我们相信队长肯定有兴趣的 队长在伯爵府整天无聊地待坐着也不是个事 太久没见血队长也会郁闷的 劳埃德心想 别扯了好不好 自己明明要拒绝到底的 可是 那家伙竟然抱着我的腿就开始撒娇 口口声声说大家是一家人 被地里带着我去干杀人放火的事 就连管家都劝自己出门散散心 四肢发达的恶魔军还被管家的深情所感动 自己就该带着他们看看消失的管家 可是他们又怎么知道 在此之前 管家和我商量了一件事 这次出远门就是为了引出潜伏在伯爵府的老鼠 如果在此之前劳埃德还有点担心 见识过那天管家的神来之脚后 突然之间 有点心疼起潜伏在府里的老鼠了 不过这也好 总比自己每天都担心刺客会突然出现 把自己干掉来的实在 就在这时 恶魔军侃侃而谈 队长不是一个人之身出入魔界吗 还在魔界拳打魔王 脚踢魔族军吗 劳埃德只想知道 是哪个小可爱一天到晚瞎传我的故事 就在此时 恶魔军前方出现一群魔物 一般人碰到魔物可能会胆落逃跑 可是 这是恶魔军啊 看见魔物就跟前面有钱捡一个样 劳埃德突然的有点怀念在魔界的日子了 虽然一个小小花匠也能养识人花 但这一点也不影响在魔界的美好 仿佛那才是正常的生活 就在此时 莱娜深呼了一口气 劳埃德一脸的愧疚 若不是当初自己和皇帝要求 想必以莱娜的能力早就能统领一个军团了吧 而这时 莱娜好奇地问劳埃德 伯爵大人这次加入战斗吗 劳埃德表示 先让部下们散散心吧 毕竟他们也压抑了这么久 在激烈的战斗中 恶魔军还为了魔物差点互相攻击 更有恶魔军一边砍魔物 一边喊队长来啊 一起快活 劳埃德连忙摆了白手 莱娜在一旁尴尬地捂着头 就在此时 一个破空的声音 吸引了劳埃德的注意 在劳埃德回头的那一插内间 一只冷剑精准地射中劳埃德 在劳埃德中箭的那一刻 城墙上的守卫军才发现了这一幕 是不是 帝国堪避拥者的伯爵大人吗 他们怎么和那伙人较量了起来 战争才结束不久 看样子这位伯爵大人受伤不轻啊 等等 这样一来 只要诬陷恶魔军对我们发起突袭 我们王国未必不能向帝国那位索要高价赔偿 劳埃德看着草丛内的刺客 特别是手握弓箭的射手 深深勾引到劳埃德的兴趣 吩咐恶魔军要把射手生情活泼了 莱娜劝劳埃德先处理伤口 劳埃德二话不说直接把箭头折断 并吩咐恶魔军拿出特制的宝贝 在莱娜的惊慌中 所有的恶魔军都吞下了宝贝 劳埃德笑了笑 这是能让人陷入极度刺激的宝贝 只要出现在面前都是敌人 没见识过厉害的刺客 还以为这是一件简单的任务 直接手握长剑冲向劳埃德 劳埃德用力一跃而起 在模糊之中直接闪现在半空 劳埃德看着下方的刺客 那恐惧的眼神真的是人间美味的视频 一个简单的俯冲就把刺客控制住 并吩咐恶魔军 麻溜的把剩下的刺客解决掉 刺客还想有所反击 就被恶魔军扑了上来 一刹那之间 就连空气都是血液的味道 劳埃德吩咐莱奈把这个半死的刺客看好 可别死了 不然等一下就没节目了 就在恶魔军犹豫的时候 劳埃德怒吓道 你们怎么了 别以为现在成为了骑士 就能像模像样的战斗 你们永远都是恶魔军的疯狗 对待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 如果手下留情的话 你们也配活在这个世上吗 恶魔军被队长的情绪彻底支配掌控 我们这是为了活下去 活下去 刺客也反应了过来 这些家伙就是比恶鬼还像恶鬼存在 都怪那家伙给的太多 明明就不该冲锋的 任务本来就是干掉对方 还要加上受伤也支付一半的报仇 地基不中就跑多好 卡卡西也明白 在上次宴会厅里 弟弟和公爵发生的摩擦 更是在宴会后 公爵对自己的质疑 虽然弟弟是自己最恨的人 曾经他也是我最亲的人 他的命运只能由我来 刺客看着劳埃德每一次的挥刀 就有一名部下在自己面前死去 他那一双心红的眼睛 比血液流动的红还恐怖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着 刺客在地上颤抖得越来越厉害 才知道自己是有多愚蠢 为了贪一点钱才沦落至此 而这时 劳埃德缓缓地转过头 看着躺在地上唯一存活的刺客 软件随手而落下 劳埃德默默看着刺客两秒 带着阴柔的声音说道 我不需要知道你的幕后主使是谁 我会一刀一刀地 削尽你身上的每一寸肌肤 而在皇宫的哥斯拉 听到宰相一脸忧愁地说道 伯爵大人在边境附近 称伯爵大人偷袭了他们的城墙 哥斯拉听到劳埃德受伤时 眉头不自觉地皱了下 要知道劳埃德可是堪逼勇者的存在 这肯定是谣言 随后冷笑了下 区区一个伊莱昂王国 也敢向我们索要赔偿吗 当哥斯拉把手停在某个地图的时候 宰相顿时大胆不妙 还想说点什么 哥斯拉已决定开战 让伊莱昂王国付出血与水的代价 只要在战争中 获取伊莱昂王国财物与物资就行了 要知道自己可是暴君啊 宰相你是想阻止朕吗 最近朕也打算征服大陆 既然伊莱昂王国那么喜欢蹦的 就拿伊莱昂王国开刀就好了 当年自己杀掉了兄弟姐妹 坐上王位成就帝皇的那一刻 就注定要征服整个大陆 让整个大陆臣服在我的脚下 成为我的子民 替我成就千秋大业 当看到宰相颤颤巍巍地退去时 哥斯拉考虑了一回说道 修库你有听过就原叫吗 其势力在贫民窟里迅速地扩大 战争开启在即 这种危险的因素要尽快除掉 我看这件事就让劳埃德去处理如何 就在此时 修库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哥斯拉还以为是劳埃德对敌人太残忍 才会提出反对的意见 而这时 修库说出了在劳埃德身上隐藏的秘密 劳埃德拥有两个人格 一个是胆小怕事 另一个只会沉浸在疯癫中 一个人的身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特性 是不可控的因素 也是极为致命的存在 一个搞不好 就会成为一条疯狗反扑狗主人 修库希望皇帝好好地考虑一下人选 哥斯拉缓缓地说道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修库很惊讶 再次试图让皇帝能收回命令 就在此时 哥斯拉举起了手 修库也顿住了 朕虽以暴君自居 但面对艾西的臣子 我完成可以扮成圣君 纵使现在你在我的面前十分地不敬 朕也不会与你计较 看着修库一脸的担忧与惆怅 哥斯拉表示 真是不可能随便就将危险的人物留在身边 在当年 战功赫赫的劳埃德 向我提出了要亲自灭自家满门的时候 面对这种无理的要求 我没理由拒绝 毕竟自己的上位 早已是个大家族的眼中钉 作为交换 劳埃德需要陪伴勇者去杀掉魔王的路上 劳埃德也没让我失望 不仅处理了勇者的尸体 还展现出向勇者的意志 唯一可惜的就是 就在劳埃德杀掉他的父亲母亲的时候 卡卡西那天回到府邸的时间是有点晚 压制住劳埃德的一枚好妻子 劳埃德想要除掉卡卡西就离不开阵 而卡卡西为了活命 才会选择成为卢卡斯的狗 想想这两兄弟这辈子相爱相杀 可真是一件有趣的艺术品 这个男人表面胆小如鼠 实则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恶魔 刚刚还在现场上演了经典一幕 下一秒 他的目光顺着滚烫的血液看向手心 有一丝的迟疑 脑中残血不全的记忆 那血腥恐怖的画面 令他脑子炸开了花 就在此时 一个男人用手心遮住了他的双眼 凑近他的耳边 轻柔地说道 那不是你干的 劳埃德一个猛然起身 浑然不知刚刚的梦 肩膀上传来阵阵的刺痛 才想起在边境中间的事情 不一会儿 劳埃德便回到了伯爵府 想想这一路可是惊险无比 只不过管家去哪了 管家神情淡然 看着贝卜的奸细 在得到想要的信息后 也没必要把人留着 一只信哥也将飞向远方 再得知劳埃德回到府邸 管家整理了夏宜蓉 仔细地吩咐手下跟着信哥 务必要把幕后主使查清楚 就在此时 管家静悄悄地走到劳埃德房 二人四目相对 在彼此的目光交流中 管家也把刺杀劳埃德的幕后主使 锁定在反叛军或敌对王国的身上 其中卢卡斯公爵的嫌疑最大 劳埃德看着管家分析的头头是道 心中窃喜 有一个足智多谋又有钱的管家可真好 当劳埃德再次来到皇宫时 皇女手舞足蹈地要扑向劳埃德 皇太子尴尬地和劳埃德打招呼 劳埃德用标准的礼仪回应皇太子 下一秒 皇太子表示 阿德我们可是朋友 你这样多见外 看着狼狈为奸的皇太子与皇女 劳埃德整个人都骂了 说好就喝个茶 可是皇女的行为 是不是有点不妥当 劳埃德心里苦 早知道会这样 自己要么早点来 要么晚一点点也好 就在此时 突如其来高点偷袭了劳埃德嘴巴 劳埃德也被皇女强行开启了头位功能 而这时 皇太子露出一脸担忧的表情 听说你最近又受伤了 请你要注意身体 才能长久地保护皇帝 其实我并不想当皇帝 你应该知道 我与皇帝只有八岁之差 如果皇帝正常退位我也老去 若是有个三长两短 也意味着帝国分崩离析 劳埃德表面淡定 心里早已乱成一团麻 这是自己能听的话吗 现任皇帝是曾经的九王子 为了坐上帝皇之位 亲手把兄弟姐妹都杀光 就连其后代都灭掉了 令人不解的是 为何唯独放过皇太子和皇女 而且 眼前的两位一点也不恨这个叔叔 传闻皇太子和皇女的父亲是伊王子 他善良的不像一个王族 对无依无靠的九王子特别亲切 他去世之前 每天都找九王子 让其照顾他的子女 这种不是亲人 却胜似亲人的关系 而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 倘若伊王子健在 九王子也许不会谋反 皇太子握紧劳埃德的小手 阿莱在庞达去道 不要给伯爵大人太大的压力 劳埃德急忙找个借口 便离开了这里 皇太子与皇女 看着劳埃德离去的背影 也知道 当下的局势愈演愈烈 若帝国不拉拢 强有力的事 那么结局可能会有大变化 阿莱也知道劳埃德的重要性 皇太子也赞同妹妹的想法 不管挡在前面的是谁 即使是皇族 也要付出毁灭性的代价 强如神体的劳埃德 又又又受伤了 就在刚刚 迷路的劳埃德 向眼前的人问这里是哪里 并缓缓地走进对方 还努力让自己露出温和的笑容 不料对方 不仅向后退 还掏出短剑刺伤劳埃德 刺客心想到底哪一步出错了 这条路线明明模拟了上万次 确保了万无一失 竟然被人盯上了 对方还是传说中的杀神劳埃德 就在此时 卡卡西直接把他提了起来 劳埃德下意识地喊出了哥哥 卡卡西一阵恍惚 不知道多久没听过这个称呼 当注意到劳埃德肩上的伤口时 眼神突然淋漓了起来 刺客急忙喊疗命 地上的纸张引起了劳埃德的注意 而在此时 卢卡斯已经把纸张拿了起来 好奇地问劳埃德是来见皇帝的吗 并夸赞劳埃德不愧是杀神 仅停一丝的杀气 就能揪出潜入皇宫的刺客 劳埃德此刻被感头疼 自己明明是迷路了 皇太子皇女也找了过来 当看到劳埃德肩上的伤口 和鼻子留下的形式 急忙呼喊公衣过来 劳埃德知道 自己这副身体又开始作妖了 卡卡西在卢卡斯身旁解释道 他的负伤是在制服奸细时受伤的 而这时 受到皇太子召唤的公衣 拿个衣箱就跑了过来 当看到在人群中的劳埃德时 公衣愣住了 不仅愣住了 还很慌 要知道劳埃德是一步好的 上次在宴会上 只因自己来吃一步 就被帝国地位最高的几位围住之吻 劳埃德心想 缠个绷带而已 有必要抖成这样吗 公衣只想向天祈祷 伯爵大人无灾无病与天同寿 就在此时 皇太子紧张地问公衣 伯爵大人身体怎样了 刚应付完皇太子 卡卡西就揪起公衣的衣领 质问公衣 你真的检查好了吗 突然出现了修库 表示劳埃德的伤势 是受魔王的诅咒导致的 并冷漠地说道 皇帝有命 但劳埃德觐见 劳埃德也注意到修库的 那冷漠无情的双眼 看来这家伙也要对我偷摸顾 离开之际 劳埃德回头表示 皇太子以后不必如此 皇太子握紧了拳头 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看来劳埃德知道 这个诅咒是无法治好 让大家不要担心他 他明明是一个那么善良的人 人们却对他避之不及 还肆意辱骂诽谤他 而在马车上的卢卡斯 回忆起了之前看到的文件 他明明说近期不会发动战争 看来外部的局势也不明朗 为了自己 为了帝国 自己也要助他一臂之力 哥斯拉看到劳埃德一脸的憔悴 他虽贵为帝国之主 也无法改变什么 当时在宴会上 劳埃德带着浑身的血迹赶来的时候 哥斯拉看见这一幕 深深地被他触动心弦 更是在单独召见中 发现劳埃德被魔戒的魔王 下了不可解除的诅咒 随后更是在宴会大厅中 不堪重负的劳埃德 在大厅中口吐鲜血 那该死的公衣 更是不知当时跑哪摸鱼去了 等他来到时 劳埃德已先行一步 回伯爵府养伤了 还有那该死的低等王国 趁着劳埃德与刺客交手受伤 打着口号 向我们帝国索要赔偿 劳埃德刚刚更是被潜伏在皇宫的奸细刺伤 我可爱的劳埃德 正该怎么补偿你才好 劳埃德怎么也没想到 皇帝在这短短的两分钟内 脑子就转动了几万下 他只是人有三急 真的很急 而这时 劳埃德鼓起勇气和哥斯拉谈起了 原家族领地的归属问题 一开始哥斯拉是拒绝的 刚看到劳埃德那一副冤将模样 哥斯拉妥协了 不过在此之前 哥斯拉提出了一个条件 就是让劳埃德去调查救援教 并摧毁掉这个邪恶的组织 劳埃德顿时觉得 这么麻烦的事情还是拒绝为好 然而 哥斯拉缓缓地说道 我把这件事还交给了卢卡斯公爵 你的哥哥卡卡西 也会前去剿灭救援教 如果你哥哥顺利地完成任务 我会满足他的愿望 听到这里 劳埃德就按耐不住了 哥斯拉直接就秒批了 我亲爱的臣子劳埃德 朕很期待你这次的表现 劳埃德也反应了过来 刚刚自己稀里糊涂的 就答应了皇帝 不过能阻止卡卡西也好 哥斯拉这时继续补充道 这次的任务 不管是谁率先完成 朕就满足他的愿望 劳埃德也下定决心 要出色地完成任务 劳埃德看着桌上的美颜茶 心中有些许打退糖果 好奇地问管家 最近怎么都泡这种美颜茶 管家表示 这是皇太子亲自送来的 我还以为伯爵大人 会很喜欢喝皇太子送的茶吧 劳埃德看到美颜茶 就想起在皇宫的那一幕 自己当时就是喝太多的美颜茶 在皇宫慌忙地找厕所 差一点被刺客打了 随后被皇帝召见 整整憋了半天 就在此时 伯爵大人这是皇帝 让你喝的不要 在皇帝得知你的身体 越来越差的状况下 特意让西宫的工艺 精心配置的大不要 请你为了自己的健康 一定要喝下 若是怕苦 我还精心调制了甜甜糖 就在这时 莱娜走了进来 就看见 劳埃德一脸憋屈地捂着嘴 莱娜就把救援教的情报递了过来 劳埃德在得知加入救援教 只需信仰救援教就能领到粮食 就觉得很奇特 同时脑子冒出一堆的问号 有钱又有财的管家在旁分析道 像这种要承担如此大开支的教诲 恐怕不是一般的贵族能玩的 背后应该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推动着 尿意十足的劳埃德刚站起身来 莱娜在这一瞬间就被感动了 我觉得大人不愧是队长 事事以身作则 冲锋在第一线 劳埃德听到莱娜要跟自己走 大姐我可是上厕所呀 就这样 劳埃德被莱娜带到了救援教的地盘 劳埃德心里头有十万个草泥马在奔跑 明明要去上厕所呢 怎么来到了救援教的地盘 莱娜拿出难民装扮给劳埃德打扮 穿好装扮的劳埃德 警告莱娜她要去一个神秘的地方 希望你好好珍惜自己 莱娜以每秒两百米的速度 都无法追上一个要喷水的劳埃德 一想到劳埃德那苍白的脸色 来那不自觉地想到魔王的诅咒 当释放完自我的劳埃德 心情大为愉快 在一个转角处 劳埃德看到了一个不该看到的人 二人来了个四目相对 劳埃德瞬间就清净报警 不自觉地可出血 这该死的大不要 曾经亲历无比的两兄弟 再次相逢 逢的不是爱 不是兄弟的情谊 而是充满仇恨的利己 而身为哥哥的塔卡西 把注意力放在劳埃德的胳膊上 那冰冷的眼神 足以把一个成年男人冰冻至死 而劳埃德感受 左肩上传来的撕裂感 也是后知后觉 并冷汗直流 怎么可能 塔卡西就是雇佣刺客的幕后主使 就在此时 塔卡西说出了 劳埃德最不愿听到的话 你活着也许是个错误 劳埃德恨不得就在此里 让卡卡西蒸发在人间 伯爵大人 莱奈一脸恍惚地看着此情刺激 这不是帝国的新晋英雄卡卡西吗 劳埃德低声呼喊莱奈 莱奈感受到了 伯爵大人的虚弱 作为劳埃德骑士团的团长 未曾保护好劳埃德大人 就是大大的失职 真该死 这卑鄙无耻的卡卡西 趁着劳埃德大人身体虚弱 劲告偷袭 我必让这小人血溅此地 莱奈退下 如果莱奈能把卡卡西除掉 也许是最好的结局 但卡卡西的实力 莱奈对上胜负渺茫 而在这时 卡卡西与劳埃德擦肩而过 我亲爱的弟弟 你们是打算潜入救援教吗 你插手这件事 恐怕会有危险 卡卡西用最真诚温和的声音 让劳埃德此刻心头 有无数蚂蚁 在啃食他的心脏一般 恶心 真恶心 哥 我真的谢谢你 我那蠢货弟弟 天生体弱 身上还背负着魔王的诅咒 真是让人操心 备受打击的劳埃德 试图用泥巴麻痹自己 还问莱奈不涂一点吧 你明明说好了 要和我一起行动的 为此 莱奈也开始尝试新鲜的泥巴 为了获取救援教的情报 难免会有所牺牲的 一想到这个建议是那家伙提出的 劳埃德就觉得恶心 莱奈还在小心翼翼涂着泥巴时 劳埃德就已先行弥补 这样不会引起救援教的怀疑 劳埃德目标明确 就是不远处的人 只要自己假装很惨 突然的一个拐角 劳埃德摇摇晃晃 并在地上翻滚了几圈后 终于到了门口 劳埃德给莱奈感受到难民的真实模样 而劳埃德趴在地上 想死的心都有了 摔倒过的人都知道 这是一种极其羞辱的姿势 看上去很危险 实际一点也不安全 而这也符合救援教心中的难民行销 这一刹那间 莱奈顿物了 只要装作一副可能的木 就可以成功打入救援教的内部 想象是美好的 现实给莱奈狠狠地上了一课 对方不止没收留莱奈 还让信徒驱赶莱奈 殊不知 莱奈与生俱来的贵族气息 还有那沉稳的步伐 很明显 那家伙就是贵族阶层派来调查 救援教的奸细 与那家伙形成鲜明对比他 一看就知道 他是天生的苦难之人 娇弱的身躯 以及破乱不堪的衣服 这样的人 真的有让人好好呵护的他 在进入救援教的那一刻 劳埃德也是震惊了 这里的建筑和普通的神殿一模一样 还有这里的众司祭和平民 看上去很清晴 这里看上去异常的性爱 没有一点点外界的战乱分泌 而这时 劳埃德发现对方在盯着他看 并笑着说道 在这里没有人会对你的外貌指决点点 还主动帮劳埃德摘下帽子 劳埃德心想坏了 对方看见劳埃德的模样 也是惊呆了 他怎么会有一双红色的眼睛 这一双眼睛 当看到劳埃德那一脸娇羞的表情时 还有对这个世上充满了失落 对方也确认 这一双红色的眼睛也只是像我 作为恶名昭著的劳埃德 怎么可能会是如此的一路 而这时对方开始披用劳埃德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这里不仅无偿分发水和面包给拼命 更是为了拯救 在暴君哥斯拉朵之下受苦 还成立的救援教 就连你刚刚摔倒 都是暴君没把路打拼的 劳埃德还是第一次听到 如此强词夺理的解释 这也加深了 劳埃德对救援教的好奇 而随着劳埃德在内部转一圈后 发现这里不仅不肯 还挺踏实的感觉 就在此时 一个小女孩在身后 充满期待地问劳埃德 请问你是新来的信徒吗 在得到劳埃德的准确答复后 西娅让劳埃德放心 在这里有充足的食物和水 就不必担心在外面受的苦 劳埃德也很好奇 西娅对这里的评价如此高 不是一般的手段能造成的 劳埃德正想获取更多的情报时 不远处的一个小男孩 推出西娅赶紧走 从男孩的眼神中 劳埃德感受到一股深深的戒备心 看来自己长得真不相似的好 暴走过的人都知道 暴走的气势 看上去很吓人 周围的人实则一点也不安全 就在刚刚 莱娜在四周寻找突破口 潜入救援教 在一个转角处 发现地面有大量被遗弃的面包 而四周慌乱的脚步声中 莱娜潜伏在角落窃听情报 在对方口中的情报得知了 劳埃德大人潜入救援教的身份 已经暴露了 在这一瞬间 莱娜的脑子闪过 与劳埃德相识的点点滴滴 劳埃德大人明明是一位尊贵的贵族 为了完成任务 不惜让浑浊的泥土沾满全身 更是为了能当面调查救援教 那飞身一跃 应进入帝国史册 而我身为骑士团的队长 怎么可能让主军再次陷入危难之中 而此时 劳埃德正在角落传了一口气 在与西亚二人交错后 有人突然在身后喊住了自己 他以为潜入救援教的任务暴露 这个看似很容易的调查任务 实际一点也不容易 好心的大叔 竟然硬塞了一堆面包给自己 理由竟然是 我的骨骼惊奇 看上去就有半年没吃过饭的样子 饿不死的你 使你更加强大 还好 上帝关上了劳埃德的一扇窗 又给劳埃德发现了另一道关起的窗 也让劳埃德误打误撞 来到救援中的祈祷时 就在劳埃德掀起紫色窗帘的那一刻 救援教的人就陆陆续续地出现在门外 劳埃德闻到一股熟悉的气息 真晦气 又是卡卡西 而这时 劳埃德也发现了 站在讲台中央的女人 之前还对自己续寒问问 她的地位竟然比司机的地位还高 而下方的平民 已经盲目到女人说什么 若无条件相信的程度了 劳埃德也愈发地期待 真正的救援教目的是什么 而这时 女人掀开窗帘 对着墙壁施展魔法 并声称只有被选中的人才能进去 劳埃德很好气强的另一面是什么 而卡卡西努力地控制着劳埃德 在平民一进入传送阵后 卡卡西才放开劳埃德 从两兄弟的对视眼神之中 仿佛对方都是多余的 劳埃德把手按在墙上 这种极难学会的魔法 也导致平时很难遇见巫师 而这种高级的巫术 救援教的幕后到底是何方神圣 要是放弃了 这样一来 向皇帝许愿的机会 就会落到卡卡西手里 就在此时 一名司机急忙跑了进来 劳埃德心想 进来之前 你们能学一学敲门吗 尊重一下彼此之间的友谊 萨林小姐 有入侵者闯进来了 那人在大楼里面横冲直撞 要找一个叫主君的人 劳埃德听得一脸恍惚 主君吗 难道还有第三伙人 潜入了进来吗 突然间 大门轰然被撞开 萨娜怎么会在那里冒出来 他口中的主君到底是谁 在萨娜一番言行逼供之下 司机还是不知道 对方主君的名字 而劳埃德躲在角落瑟瑟发抖 宝石还未与里面断开通讯 要是出去肯定会暴露的 而在里面的萨林 瞬间明白了来龙去脉 在外面闹市的骑士 肯定是之前被赶走的骑士 而他口中的主君 就是那个看上去 弱弱让人有一种 保护欲的红眼男子 这个该死的渣男 原来他就是杀神劳埃德 自己终究还是错讽 在卡卡西进来之后 这栋大楼就加强了警戒 若不是为了完成公爵的任务 怎么可能牺牲这里 让卡卡西完成考验 而卡卡西也在三叮嘱 要提防劳埃德 谁会想到 会有敌人光明正大的 从正门进来潜伏 不过也好 若是在这里 莱娜一脸的疑惑 主君到底去哪了 劳埃德这时缓缓地露出了头 急忙招呼莱娜离开此地 莱娜二话不说跪倒在地 从小被家人抛弃的孩子 面对的都是指责 不被人所爱的心 在这一刻 静奇迹般暖和了起来 尊敬的主君 我莱娜这一辈子都将忠诚引领 唯一可惜的就是 莱娜说的是在 不违背皇帝旨意的前提下 当务之急 还是先撤退 寻找有实力的巫师 才能解开救援教理隐藏的任务 三天后的伯爵府里 老埃德正在头疼巫师 是前往南部寻找 还是在北部找找看 就在此时 管家表示在北部找到巫师了 欣喜的劳埃德 带着莱娜和部下 来到了有巫师的部落里 让劳埃德不解的是 巫师们通常都是聚在一起生活的 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怎么生活 莱娜表示 主君你可以粗暴点 这样我会更喜欢 就在此时 劳埃德看到了卡卡西 这家伙 怎么又出现在这里 不带劳埃德反应过来 一粒石头准确无物地 砸到劳埃德脑子 这一下把劳埃德砸猛逼了 卡卡西看着前方 这个老奶奶 力气真是出奇的大 对弟弟的恨意怎么这么大 难道弟弟做了什么 对不起老奶奶的事 劳埃德也顾不得额头流血 你刚才说什么 我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坏人 怎么看也是正义的使者 这个老奶奶头脑真的不清晰 认真看去才发现 这个老奶奶竟然是巫师 嘴里还叨唠着 让我以后要做个好人 不然以后会到大妹 真要强的劳埃德 竟然被一个老奶奶语言辟优 而在旁吃瓜的卡卡西 也是莫名的躺枪 索性老奶奶的孙女 出来阻止了老奶奶 劳埃德才躲过一劫 劳埃德眼见 无望带走村子的巫师 产生了前往南部 寻找其他巫师的念头 就在此时 少女拦住了劳埃德 尊敬的大人 我是刚才老奶奶的孙女 我叫兰儿 在此之前 我先和你道个歉 脑瓜子嗡嗡响的劳埃德 只想早点回去养伤 不想在此地过多纠缠 便表示没事的 区区小伤不足挂齿 嘴上说得好听 心里头想着 回头就让恶魔军收拾这里 就在此时 劳埃德听到不可思议的话 其实我也是巫师 我也知道你是为了解决救援教的事情 只要你带我走 你的事情就能得到解决 劳埃德没想到寻找巫师的事情 就这样结束了 对于刚刚老奶奶的粗鲁 好吧 我原谅他了 被老奶奶抱着的卡卡西 卡卡西脸上一点也不慌 心里头早已吓破了他 老奶奶紧紧地抓住卡卡西 孩子 在你的生命轨迹里 我看到你是如此的善良 如此的不爱 可是你命中的克星 是你最爱的人 你想活得够久 你一定要越早把他干掉越好 言文至此 卡卡西冰冷地拔出长剑 我敬你是德高望重的奶奶 但也请你自重 不要逾越别人命运里的那根线 卡卡西心知 若是弟弟劳埃德不幸逝去 我也会追随弟弟离开这个恶心的大陆 在回去的路上 劳埃德好奇地问起了 你们是如何知道未来的 还是你们与生俱来有这种能力 尊敬的大人 对于涉及命运的能力 恕我无法告知 但你的命运就像一座火山 随时会毁灭大自然 而在树林旁的男孩 就像一个爆炸物 只要碰到火影 就能炸毁一大建筑 这话听得劳埃德头皮发麻 就在此时 刚刚那个男孩拦住了劳埃德 我叫丹 尊敬的大人请你带我走 未来我必定能助你一臂之力 同样是不被关爱的人 一个从小被家人嫌弃 被命运推向破碎长河中奔跑的男人 一个是被村子巫师认定为灾祸的少年 他的家人朋友在一夜之间轰然破碎 只因他在未来会成为灾祸的引导线 在人群中的丹 见到劳埃德的那一刻 丹就明白了 这个男人就是灾祸的源头 只要自己跟随他 他们就能所向披靡 为此丹请求劳埃德带他离开此地 在伯爵府里的管家 此刻也是很诧异 伯爵大人怎么带回一个小男孩 丹此刻表示他会誓死保护劳埃德大人 虽然他啥都不会 但是他有勇气 劳埃德此刻满脑子都在考虑 要不要送他回去 还是让丹赶紧闭嘴吧 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救援教的秘密调查清楚 来呢 出发前带上十名恶魔君 这么久没战斗 也该好好地发泄下压力了 而在这时 劳埃德发现丹竟然也想跟着去调查救援教 这家伙啥都不会 带去调查任务又怕死掉 算了 就当男宠在府邸养着玩吧 也不知道丹接近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他身上总有一股让人讨厌不起来的气息 出发之前 劳埃德特意吩咐此次的任务要求 就是放火就人 恶魔君表示队长你变了 心软的人 在这个世界是最容易死去的 就在劳埃德被说的不耐烦时 蓝表示这一切都是他的主意 而且这也是为了伯爵大人好 恶魔君听到队长能有好处就打起了鸡血 当任务执行时 恶魔君发现这里的人 弱的一批 有点疑惑 怎么会让他们扫荡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地方 就在这时 有人认出了 他们就是恶魔君 吸血鬼劳埃德的部下 就算这里是邪恶的教堂又怎么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西雅抓住了恶魔君的衣服 哭泣悲伤地喊着 请你们出去 这是我们的家园 你们要是打算破坏这里 干脆把我也一并干掉吧 叔叔求求你了好吗 这里一旦不复存在 我就再度流落街头和哥哥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身为骑士竟然被随意触碰 不可饶恕 西雅的哥哥 大喊着 不要 西雅求你了 快过来 恶魔君举起他那把杀人无数的宝剑 下一秒 宝剑被恶魔君丢落在地上 他虽为恶魔君 他还是拥有一丝的人性 要是服用了禁药 就能忘记所有的罪恶感了 可是这里是这些人最后的希望 此刻难民看着被烧毁的救援教 脑子只有一个念头 恶魔君是吸血鬼劳埃德的部下 而劳埃德是哥斯拉的走狗 清剿救援教一定是皇帝的命令 而在教堂的劳埃德本人 庆幸趁着混乱潜入了此地 在施展巫术的蓝 震惊地发现 这竟然是伪装成巫术的魔法 劳埃德不敢相信 在人类世界竟然有魔法 在蓝的肯定下 劳埃德也是相信了魔法的存在 难道救援教的幕后主使是魔王吗 而这时 蓝表示他已经把大体的构造搞清楚 劳埃德还想问蓝的真正能力是什么 伯爵大人 现在我们可以进去吧 劳埃德怀着忐忑的心情 走吧 一阵光芒过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续上集 劳埃德等人进入传送阵后 发现又回到了教堂 蓝让劳埃德注意一下此地 这四周的裂缝你看到了吗 房间内还布满了魔法阵 那扇门还在魔法阵的中心 我想二者必定相连 莱纳二话不说就打开了木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树林 就在莱纳和劳埃德二人猛逼之时 蓝在旁解释道 这也是魔法 还强行连接了其他空间 只有正确的选择 才能到达我们想要去的地方 劳埃德只想快点把救援教的秘密调查清楚 此时 蓝表示巫术才是我擅闯的 魔法是一个陌生的领域 最快破解也需要十分钟 十分钟吗 劳埃德此刻有点慌了 要是卡卡西先自己一步 进入木门的后面 又或者他已经拿到了想要的东西 里面又有其他的通道呢 越想越焦急的劳埃德在原地打转 一直来来回回地打转 莱纳心疼劳埃德焦躁的模样 主君 你坐在椅子上 耐心等待可好 然而 刚刚还在原地转圈的劳埃德 早已不知何时消失了 蓝注意到了莱纳紧急的心情 好像发现了什么 消失的劳埃德 此刻在门的后面看见最不想见的人 而卡卡西同样冷漠的眼神 看着劳埃德 只是那眼眸里 隐藏着看不到的爱 那是劳埃德永远都感受不到的爱 大火一把烧掉了难民的希望 难民把心仇旧恨都系在暴君哥斯拉身上 殊不知 在黑暗中的萨林悄悄观察着这一切 看来恶魔君是地狱恶鬼的传闻也许是假的 如果换我来 我会将大楼彻底封锁起来 然后把人全部干掉 可惜了 吸血鬼劳埃德注定竹篮打水壁敞空 最后的赢家也只会是我 而此时 卡卡西手上举着火把 地上散落的机密文件 证明了卡卡西早已收集好救援教的秘密 劳埃德试探性地问卡卡西 哥哥 你的动作可真快 突然 卡卡西手中一个翻转 火把加速地往下坠落 劳埃德还未反应过来 火焰就快速蔓延开来 劳埃德无法理解卡卡西的举动 此刻只想挽救局面 揪出救援教的幕后主使 然而这一切都被卡卡西阻止了 劳埃德愤怒挣扎 你这个疯子 为何这么做 难道你不需要这些文件吗 体弱多病的劳埃德 不仅无法挣脱卡卡西的控制 还被卡卡西一把扛起往外走去 赶紧放我下来 卡卡西为何要这么做 同时疑问也一直徘徊在脑海之中 就原旧的幕后主使 除了帝国里的那几位 应该没几人了吧 紫色是谁的象征来着 还有 卡卡西你跟随的人是谁 我猜 是卢卡斯公爵吧 这一切都是你们安排好的吧 混蛋 竟敢戏耍我 突然 挣扎中的劳埃德 左手直接撞在门边 这个傻弟弟 激动之中 一股甘甜的鲜血涌了出来 莱娜和兰被卡卡西阵住了 随后劳埃德被扔给了莱娜 第二个人格出现 卡卡西我必将你干掉 卡卡西啊 低声音道 你想活着 这里的一切就当作没发生过 清醒过来的劳埃德 此刻正在回忆卡卡西 当时到底在做什么 看来卡卡西也留了一手 而这时 莱娜走了进来 劳埃德第一时间询问兰走的 他想知道兰是如何破解魔法的 莱娜说道 主军 这都是你的功劳 兰说 以某一点为中心跨圈 往左绕三圈 再往右绕两圈 就能自动移动到秘密房间的特定行为 劳埃德才想起在密室的行为 自己不受控制的转动作动 主军 你的运气肯定是特别的好 这时 管家推开了门 伯爵大人有贵客道 皇帝有令 塑造伯爵大人进攻 果然 怕什么就来什么 他是帝国之主 常年被恶灵缠绕 被他余光湮灭的仇敌 会幻化成一道道冤魂 时刻侵蚀他的意志 言语之中都是不甘 恨现在的他活得那么好 他们成为了人不人鬼不鬼的存在 就在此时 一生叔叔 把哥斯拉拉回到现实 皇太子脸色满色惊恐之意 叔叔你怎么了 需要传幻工医检查一下身体吗 而在哥斯拉的眼中 皇太子四周站满了恶灵 皇太子发现了哥斯拉的异常 深吸了一口气 叔叔怎么连你也开始出现幻觉了 我现在就去传幻工医 没事的 叔叔我还扛得住 最近只是有点疲倦罢了 至少能在幻境中看到他们 我还是很高兴 皇太子咬紧牙关道 幻觉都让你分不清现实与虚拟了 叔叔够了 难道你做的还不够吗 该补偿的都补偿给他们了 叔叔你还要怎样 而这时 哥斯拉表示这种后期症是无法避免的 皇太子还想继续说点什么 哥斯拉接下来的话让皇太子沉默 在我登上皇位的那一刻 就注定了湿和血的日子 今天有这样的局面 也是不可避免的 也是我必须承受的 这点东西还不足以压垮我 此刻的劳埃德 有一种想哭又哭不出的感觉 万恶的卡卡西总是盯着他 和卡卡西说话 这家伙还不理我 当哥斯拉坐在皇位的一刹那 卡卡西和劳埃德两兄弟同时拜见哥斯拉 为帝国带来光明 皇帝万岁 此时 哥斯拉开口道 这次你们完成的任务我很满意 不过 埃德这次你的表现有点逊色 有点逊色这句话 在劳埃德的理解中 就是任务没完成 皇帝要杀了我 这次卡卡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不仅看清了幕后任务 还带回了重要证据 这次满足愿望的机会 应当归属卡卡西 失落的劳埃德只能撇过头去 尽量让自己不露出失望的表情 明知道卡卡西和卢卡斯 他们串通一气 下一刻 卡卡西说出了这次的愿望 陈希望将目前在劳埃德的领地 转赠于我 哥斯拉瞬间来了兴趣 劳埃德你的意下如何 内心爆炸的劳埃德 咬面木讷地说道 陈愿意 这是哥斯拉继续道 你们应该知道 拥有领地的人需要有爵位 原领地已经存在爵位 只有放弃姓氏 以新的姓氏受封爵位 或者成为原家族的家主 卡卡西你选哪一种 这一刻劳埃德回到了八年前 当时哥斯拉也是用同样的条件 给予自己沉默 我并没有改变姓氏 而是 亲手把自己家灭门 就那夜过后 我成为了人人敬畏的 吸血鬼伯爵大人 就在劳埃德认定 卡卡西会在两种方案选一个 出乎劳埃德预料的是 臣不想改姓 也不想继承家族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卡卡西为何这么做 哥斯拉叹了一口气 这两兄弟还真是如出一辙 劳埃德冷笑一声 卡卡西就那么想向我报仇吗 而这时 哥斯拉提议把劳埃德领地 所有权转让给卢卡斯公爵 公爵会欣然将你任命 为领地的负责人 既然事情解决了 那么 谢主隆恩 在劳埃德猛逼之时 卡卡西就快步离开大殿 大殿中劳埃德和哥斯拉二人 四目相对 劳埃德整个人都压麻呆住了 哥斯拉看出了劳埃德脸上的悲伤 真希望劳埃德有什么想说的话 可我好好说一下 也许是劳埃德太久没杀人 压力太大了 劳德镇打算发动战争 伊莱安王国最近跳得很欢 镇的目的是毁掉伊莱安王国 统一大陆 魔戒就有你盯着 埃德辛苦你了 魔王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帝国吞并大陆 而你是魔王最信任的人 我希望你在魔王身边 尽可能阻止魔王军插手这场战争 劳埃德也明白了哥斯拉的意图 回魔界吗 哥斯拉此时送上了祝福 我希望下次见面 你身上的诅咒烙印消失了 劳埃德尽量把魔王那家伙 我的辞职信都不收 还指望他能把烙印消除掉 这个强如神体的男人 他背后的男人到底是谁 是魔界中拥有毁灭力量的魔王 还是人族最强帝国的暴君哥斯拉 还是他那又爱又恨的哥哥卡卡西 此时卢卡斯拿着卡卡西得来的奖赏 好奇地问卡卡西 你确定这个来之不易的奖赏 换取劳埃德的领地吗 是的 公爵大人望着卡卡西那坚定的眼神 继续说道 几天前在皇宫里遇见劳埃德 他可是和我说来皇宫的目的 是为了归还领地 卡卡西你该不会是为了自己弟弟 才重新要回这块领地的吧 而此时卡卡西随意地说道 我只是没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 一刹那间 卢卡斯那如同蝎子一般的瞳孔缩小 随后笑着说道 我就知道是这样 看来是一会要开的会议搞得 我有些敏感了 想想当年劳埃德做出那种 天怒人怨人神共愤的事 他们兄弟俩怎么可能会和平 卡卡西 我无意指责你 这件事只是单纯为你准备的讲译 卡卡西表面淡定自若 还是深吸了一口气 当时弟弟发现了卢卡斯的秘密 本想弟弟在救援教 获得一定成果让他退出 如果弟弟被卢卡斯发现 劳埃德发现了他的秘密 想到这里 卡卡西整个人惊颤一下 卡卡西 我们走吧 不然开会要迟到了 此刻卡卡西决定将这件事隐藏起来 萨林你回来了呀 啊 公爵大人 救援教的是辛苦你了 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 而且还有好多信仰救援教的信徒幸存了下来 这样下去 不久后您就可以如愿以偿 救援教的目的 就是给予难民粮食和温暖 而皇帝则是破坏他们温室的人 皇帝成为了罪孽 公爵成为了救援他们的人 此时在会议厅里 几个半截入土的贵族慌了神 陛下突然召集了他们 这是要发生什么大事了吗 卢卡斯看着愚昧的贵族们 哥斯拉如此大动作 只能是为了证明自己 发动战争征服敌人 就在此时 哥斯拉带着修裤姗姗来迟 贵族们起身喊道 为帝国带来光明 卢卡斯注意到了 哥斯拉的脸色很糟糕 看来他是身体出问题了 哥斯拉这时宣布 他要发动战争 会议上的贵族不明 所以明明战争才停止没多久 哥斯拉不满地说道 当初终止战争 是没有王国能对我们构成威胁 而现在 有的国家已经忘了帝国的恐怖之处 而这时 一名贵族说道 如果是伊莱昂王国那件事 完全用不着发动战争 你看到的只是表象 如果把帝国比向狮子 而伊莱王国就是猎狗 不给予这条猎狗一击毙命 那么将来等待的就是 这条猎狗带着一群猎狗围攻狮子 到时 谁胜谁负呢 再者 当年的战争 幸存下来的英雄只有三名 而伊莱王国 打着吸血鬼劳埃德受伤的名义 试图勒索我们帝国 诸位 向整个大陆证明一下 帝国不只有吸血鬼劳埃德 陛下三思 以帝国的实力征服 大陆未免为时过走 况且 队内还有反叛军潜伏 此刻会议厅内贵族们嘈杂的声音 哥斯拉优雅地喝着茶 猛地放回桌子上 诸位可别忘了 朕就是帝国 我叫诸位来商议 是来听我的命令 这场对外发动的战争 也由此开启 就在此时 哥斯拉喊住了卢卡斯 听说救援交幕后的人 是在贵族派内与你对立的人 卢卡斯表示都是臣管理不忠 哥斯拉猛地把见底在卢卡斯咽喉上 朕如此稀罕你为何不接纳朕 陛下臣心中所爱之人是劳埃德 错了 再来 哥斯拉猛地把见底在卢卡斯咽喉上 卢卡斯你竟然藐视朕 陛下臣不敢 卢卡斯你可知 卢卡斯你还敢称朕为罪孽 明明有些人天生才是罪孽 就凭你也敢 不自量力 此时 卢卡斯深知要扳倒哥斯拉 就要拔掉他的爪牙 他是一刻也不想等待 莫名躺枪的劳埃德正在和皇太子喝茶 劳埃德很惊讶 皇太子竟然知道他要返回魔界的事 还要来为他送信 皇太子从容淡定地回道 我身为帝国的接班人 举国上下有什么秘密 能瞒得过我眼睛 伯爵大人也不必紧张 叔叔给予你阻止魔王发动战争的任务 我以皇太子的身份 再给你一个任务 无论是否发动战争都必须回来 陈锦记皇太子叮嘱 说完 皇太子起身 看了一眼劳埃德离去 不多时 皇太子回到皇宫 在头疼以后该如何处理劳埃德 他是帝国的英雄 又是魔王的军团长 如果魔王开出比帝国更丰厚的报仇 劳埃德肯定会背叛帝国 也许劳埃德活着就是个错误 我该不该纠正这个错误 就在此时 皇太女阿赖出现了 哥哥 你去见劳埃德怎么不带上我呀 妹妹你又不是不知道 哥哥是去谈重要的事情 要不 我这个皇太子的位置给你当怎样 喂喂喂 哥哥这个位置我可不喜欢 此时皇太子还想继续和妹妹打赶金牌 哥哥 你可以不这么心情吗 此刻气氛逐渐凝重 阿赖继续道 近来帝国内乱和即将发生的战争 哥哥你的心情我很理解 阿赖一把拉住哥哥的手 哥哥 为了让你放松心情 妹妹特意被好了茶 妹妹 叔叔已经出现幻觉了 叔叔不是噩梦 而是出现幻觉吗 我不明白 那些都是坏人 死了也就死了 总之叔叔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 为了他 全世界的敌人我们都要歼灭了 哥哥 叔叔病得这么严重 不找工医吗 妹妹 没用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叔叔有多固执 况且他那份病态的责任感 令任何人都束手无策 哥哥 你这话可得说清楚了 叔叔那不是责任感 而是负罪感吧 对的 妹妹你说的 没错 太子究竟知道多少 又出于怎样的意图 人前一套 背后又一套 他们到底想怎样 刚进来的丹 看到劳埃德黑着脸在那思考 劳埃德也注意到了丹 你是有什么事情吗 主人 我想赚钱 劳埃德一脸猛逼 丹知道主人可怕 可这也比传闻中更可怕 主人 我赚取的所有钱财 都将归属于你 在我第一次见到你的那刻 我就思考过 你接近我的目的是什么 这都不重要了 只要你是我的人 忠心于我就足以 把这个拿去给管家看 伯爵府的财富任你调动 虽然不知道 但在我身边想怎样 但他只要对我有用就好 很快夜幕降临 伯爵大人你需要的东西 都在行囊里 管家就像一个老父亲 担心孩子出远门 劳埃德让管家别担心 只要打理好福底 不被人偷家 他也就放心了 就在此时 队长你又要抛弃我们 一个人不想快乐吗 劳埃德看着这些问题队员 心里也是压麻呆住 管家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我这把老骨头 还经得起折腾了 队长你等等我们 我们也要一起去 就在此时 管家轻轻一挥 恶魔君就如同小鸡 一般被凝了起来 后面杀不住提的恶魔君 直接就摔了个狗吃屎 来那此时说道 管家先生很抱歉 打搅到你了 剩下的恶魔君崩溃了 队长至少在出远门之前 先把他们安顿好 皇帝真的太可怕了 而不远处一个人影出现 再静静地盯着他们一举一动 管家沉默了一会 把目光向不远处望去 刚刚潜伏的人影 早已消失了 此时的劳埃德 疑惑前往魔界的入口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而劳埃德身后 一名潜伏者亮出武器 遥遥领先 埃德回魔界的路上 一路看似风平浪静 实则充满了阴谋 当刺客拔出武器那一刻 刺客就注定离死亡不远 而这一切都在皇帝的预料之中 可惜 暗卫在得到劳埃德 离开伯爵府的密报时 就第一时间汇报给反叛军首领 此时卢卡斯和反叛军上映 哥斯拉攻打一来亡国 一定会抽出国内的兵力 到时 反叛军在内部作乱 势必能成气后 又在卢卡斯的提议下 反叛军派出精锐跟踪劳埃德 殊不知 这一切都是卢卡斯的阴谋 侍卫解决掉跟踪劳埃德的刺客后 准备回禀皇帝 就在此时 卡卡西出现 三两下 就把侍卫通通灭口 只要把哥斯拉派出去保护劳埃德的侍卫 通通杀掉 那么哥斯拉就会陷入迷惑 只要找出哥斯拉的破绽 就能让哥斯拉摔下神坛 哥斯拉的破绽 就是劳埃德任务的目的地 只要卡卡西跟踪劳埃德 确认劳埃德前往的所在地 那么这个破绽将会浮出水面 卡卡西希望你要不辜负我的期望 画面一转 西娅摊坐在救援郊的门口 西娅的哥哥后悔 如果不带西娅来这种充满希望的地方 又怎么会这样 这一切都怪皇帝 西娅 我要去投靠反叛军 你会和我一起去吗 西娅只是在贫民窟第一个比我小的孩子 是西娅让我有了家人的感觉 可是 西娅那冷漠的表情 让她失望至极 没走两步 她停下脚步 注望着在雨中的西娅 要是自己走了 西娅怎么办 这种撕心裂肺的痛 是她超越生命所不能承受的 军团长劳艾德离开魔界 已有半年之久 作为您的副官 每天听您唠叨劳劳艾德的相思之苦 我感觉很羞愧 常常心想 这工作不做也罢 就在此时 莉莉感觉到一股熟悉的气息 不由分说就飞了进来 副官连忙阻止道 军长这半年你已经飞了几百次了 而且魔王大人禁止在这里使用魔法呀 要是魔王大人发现 会不会嘎了我这个小小的副官 副官刚说完 莉莉就消失在天空上 在天空上的莉莉 回到魔界该如何掩饰脆弱的自己 就猛然听见莉莉的声音 随后自己的眼前一声巨响 莉莉用萌萌的声音喊道 劳艾德大人好久不见了 可是那地上的裂缝 再看看萌萌的莉莉 劳艾德表面镇定自若 内心早已吓破了膽 还是说起了在人类的经历 这次任务很无趣 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神棍 此时莉莉语出惊人 神棍是一种很厉害的魔法障望 劳艾德愣一会继续道 神棍就是一些 整天忽悠别人的坏人 莉莉可不能学他们 人类世界真可怕 真不知道魔王大人 为什么派劳艾德大人 去那种可怕的地方 魔王大人现在就在中央庭院 劳艾德大人赶紧把任务交接了吧 我在这里等劳艾德大人 在中央庭院里 魔王看着魔界的几位老逼庚 精灵王和人鱼女王 他们很担忧 哥斯拉吞并掉伊莱王国后 会不会攻打魔界 影响他们的生活 矮人组表示 举十个手指支持 吸血鬼女王 听这几位智障队友的分析 也是无语了 魔王微微一笑 你们给我装 继续装 整天就在背后 捣布神神鬼鬼的东西 此时精灵王继续道 如果哥斯拉攻打魔界 你该如何应对 人鱼女王插嘴道 如果魔族愿意 现在出兵攻打哥斯拉 也许伊莱王国 还能继续阻挡哥斯拉 魔王虽然很生气 但是表面的友谊 还是需要维护的 就在此时 魔王看见了 那道心心念念的身影 我亲爱的劳艾德 劳艾德终于回来了 想必人类世界的密报 已经了如指掌了吧 最号称最强吸血鬼 但在魔王身边 劳艾德就会变成一个 唯唯诺诺的弱男子 只因这是一个 勇者来了都会死掉的魔剑 看上去萌萌的萝莉 一脚就能把地板踹碎 就连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园丁 养殖的植物都是石人花 此时 魔王开始检查在 劳艾德身上留下的魔法 并让劳艾德 给在座的各位说一下 哥斯拉攻打伊莱王国的目的 精灵王提出了质疑 你确定 这个所谓的人类靠得住 现场的气氛逐渐阴森了起来 被质问的劳艾德 有一种想把在座的妖魔鬼怪 统统杀掉 感受到不对劲的魔王 赶紧表示道 诸位 劳艾德是我的军团长 在这里 他就是我最得力的部下 看着微笑的魔王 劳艾德也明白 只要自己有一丝背叛的可能 就会被魔王干掉 这或许是魔王暗示自己 最好乖乖地听他话 矮人族怒喝道 哥斯拉给你下什么命令 我想现在就知道 哥斯拉命令我监视魔王 阻止魔戒插手战争 无论发生什么都必须回去 魔王听完劳艾德的情报 感觉哥斯拉肯定有所图谋 就在此时 魔王大人 我还在人类世界发现了魔法 一个名为救援教的宗教 那个地方还用巫术为幌子 没想到 魔王只是轻轻地呕了一声 便笑着道 劳艾德辛苦了 这件事我会调查 不过 回房间之前 先让主治医生伊利亚治疗一下你的左臂 突然 主治医生伊利亚就出现在劳艾德眼前 备受刺激的劳艾德 猛然吐出一口 积压在人类世界已久的老血 这也恰恰坐实了 劳艾德在人类世界又受伤了 伊利亚搀扶劳艾德离去的背影 让魔王陷入了沉思 就在此时 精灵王嘲讽道 谁有这么大胆子 敢在人类世界使用魔法 我猜是你吧 哼 你可真是一个没礼貌的家伙 你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你可知 世界的危机正在一点点逼近魔界 不久后 就会出现一名全新的勇者 那时的你 未来的事 现在有必要纠结吗 反正勇者迟早都会出现的 我的好言相劝 既然你不听 我很期待魔王大人 被一剑穿心的那一天 眼见此次会谈不成 精灵王几人准备离开魔宫 精灵王思考着如何拉拢其余几足 就在此时 一个恐怖的威压猛然降下 魔王缓缓地说道 小崽子 我不指望你毕恭毕敬 就是这个说话的态度 以后你能不能改改 看着眼前狼狈不堪的几足 魔王吐出一口气 感受到死亡威胁的精灵王 不甘地望着魔王 魔王微微一笑道 我的耐心很有限 再不走也许我会把你做成雕本 放在军团长的门口站岗 画面一转 劳艾德自顾自地走着 伊利亚在后面提心吊胆 劳艾德大人明明是重伤之躯 为何要如此地不珍惜自己身体 从当初第一次见到他那刻 魔王阴沉着脸 责怪救治的速度太慢 明明已经吐血到神志不清 还让魔王不要怪罪于我 我就知道他是世上最好的男人 那一刻 我就暗暗下定决心 今后劳艾德大人要健健康康地活着 确定好劳艾德休息后 我就走出那道大门 那时候 属下们看见我浑身颤抖 还以为劳艾德大人和传闻一样恐怖 殊不知 那是爱的力量 劳艾德大人可以让我检查一下吗 劳艾德你快看看这个 只要你的身体出现不适 魔力石就会闪烁着 什么时候 魔王在我身上抽走了血 劳艾德大人我看出了你的忧愁 我会报告给魔王大人 让魔力石增加跨界功能 这样我就能随时掌握 劳艾德大人的身体状况 在门口站挡的艾恩 劳艾德大人我终于等到你回来了 伊利亚你怎么在这里 劳艾德大人又受伤了吗 快让我看看伤在哪里 劳艾德大人快点告诉我 是哪个人类伤害到你 我势必帮你出口恶气 一声胆怯的劳艾德大人 西恩此时向劳艾德发来邀约 突然之间 艾恩一把提起西恩 艾恩阴沉道 劳艾德大人 有点事 先适配一下 劳艾德亚麻呆住了 刚刚还温和的艾恩 怎么说暴走就暴走 这魔戒真的是愈发的恐怖了 想到一向温和的艾恩 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艾恩抓着西恩来到转角处 你这个地位低贱的梦想 也配合劳艾德大人搭话吗 不可饶恕 西恩带着哭腔的语气反驳艾恩的话 你可知 上一次劳艾德大人来到我的庭院 有多喜欢我养殖的植物 他还夸赞我的庭院 可以让他放松心情 而且 我这次找到劳艾德大人 是想把他送给劳艾德大人 我想 劳艾德大人肯定喜欢 这样劳艾德大人 每一天 每一天都可以过得更开心 简直胡说八道 劳艾德大人怎么会喜欢这种东西 随后 艾恩夺过西恩手里的植物 瞟了一眼西恩 没想到 小小的梦言 也能得到劳艾德大人的恩宠 刚刚 我抓住了西恩 劳艾德大人竟然让我别对西恩 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而且 那副神情 我要是不听他的话 后果难以想象 到底这个小小的梦言 给劳艾德大人灌了什么迷魂汤 要如此地关照他 劳艾德大人的爱 必须要我一人独享 当西恩的植物 出现在劳艾德的面前时 劳艾德猛逼 这是什么鬼东西 还会唱情歌 唱的还是中文歌曲 艾恩到底和西恩发生了什么 莫不是 这个神奇的植物 是艾恩在西恩手里夺过来的 植物越唱越高昂 就在此时 植物露出了锋利的獠牙 把劳艾德吓得半死 艾恩还说这植物不会攻击我 要是刚刚不往后退 就被咬到了 而这时 一把短剑出现 并插入劳艾德耳边 那晃动的短剑 让劳艾德久久不能回神 而此时 突然出现的神秘女人说道 没想到这都杀不死你 劳艾德看清来人是二军长后 劳艾德整个人都压麻呆住了 明明回人类世界之前 魔王大人明明和我说了 怎么会 不愧是劳艾德大人 奴家为了见你 在你去人类世界的半年里 奴家不吃不喝半年 终于把情报处理完毕了 奴家还发现 劳艾德实力更胜之前 就连我的暗器都能轻松躲过 这个二军长到底在说什么 明明被你吓得 语言都失去了组织 等等 二军长这次该不会又带了一堆女装 给自己穿吧 不愧是劳艾德大人 奴家还未开口 就知道奴家为你备好了礼物 奴家就知道你耗着一口 天杀的二军长 正常人谁会穿这样的衣服 走在路上肯定会被人当蛇精病的 怎么办 谁能救救我呀 再这么下去 我这脆弱不堪的小身板就被搞坏了 就在此时 全副武装的八军长出现在门口 我很抱歉 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就擅自打开了门 劳艾德暗醒 救星终于来了 劳艾德大人 其实也没什么事 我只是想见见你 而这时 八军长发现 他竟然被武器卡住了 劳艾德突然觉得八军长 很像死去的小黑 就在此时 连门都进不去的八军长 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废物 八军长副官奈因急忙安慰他 大人 任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 这次只是意外 被打扰兴致的二军长 也没有心情待在这里 就在此时 二军长出言提醒道 八军长你可真是个废物 外头可是有人透露劳艾德大人的情况 一瞬间八军长化为黑雾飘逸散去 副官怒喝二军长 大人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 被你这样一脚合 废物 你只是区区一个副官 也敢在我耳边大吵大闹 不想活了吗 糟心的劳艾德 把这两个二货赶了出去 消失的八军长 此时正在酷刺酷刺地杀人 说错了 是灭掉帽头的虫子 每一个敢擅自私下 讨论劳艾德大人情况的人 他都会以雷霆手段消灭掉对方 不一会 在魔王城里不论是听过 讲过 听别人讲过再讲出来的人 都不会让他活着 不一会 副官感受到了大人的气息 大人 你很棒 这么快就完成任务了 我想劳艾德大人肯定会喜欢你的 加油 此时的劳艾德正在用镜面魔方打发时间 门怎么又开了 只见八军长趴在门口 悄悄地看着他 劳艾德又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劳艾德大人 我只是想 想 哼的一声 劳艾德大人 你怎么又受伤了 看着受伤的劳艾德 自卑的八军长更自卑了 都怪他 我要用自己的生命给劳艾德大人谢嘴 伊利亚摆出防御的姿势 劳艾德看出了八军长的悲伤 急忙表示道 我也挺想见你的 果然不愧是劳艾德大人 心胸如此的宽广 终于把这二货安抚好了 劳艾德事意改天再约 劳艾德大人 那我们明天见 这魔戒是怎么回事 怎么个个都如此的可爱 植物在一旁安慰劳艾德 劳艾德此刻很后悔回到魔戒 呵呵 我要把你们都杀光 完成哥斯拉叮嘱的任务 劳艾德潜入图书馆打探情报 主打的就是快人一捕 不料刚进去没两秒 就被情报管理员认出了 天哪 那个杀人如麻的劳艾德大人 居然就在我的眼前 听说 最近在私下悄悄讨论劳艾德大人的人 都被八军掌灭了 劳艾德心想 我只想悄咪咪地打探点情报 你们至于这么害怕吗 劳艾德一眼望去 就发现一本名为 《帝国分析报告书记》 每次有新的情报 都会补充在这本书里 首页果然是修库 不过 这里的情报怎么写着 修库是一名不穿内裤的英雄 这情报真的好奇怪 难不成修库真的是这样的人 排在第二位的英雄 子爵家的私生子 在战场上赫赫有名 凭借自身的努力成为侯爵 这没错 这样的话 自己的情报有没有在这里面 果然 这里也有我的信息 怎么没有关于我的样貌 禁止调查 当劳艾德看到禁令发布人是魔王时 劳艾德松了一口气 第四位英雄 卡卡西与第三位英雄是亲兄弟 此人更是公爵手下的狗 看到这里时 劳艾德再也忍不住了 他这一举动 可是把周围的侍卫 吓得瑟瑟发抖 而身旁的一本书 让劳艾德打起了十分精神 这书的作者 居然是魔王亲自写的 勇者居然是创世神 亲自创造出来的人类 就为了除掉魔王 英雄是勇者的碎片 这些记载倒不是什么秘密 这时 身后传来魔王的声音 我亲爱的劳艾德 你在这里干嘛 你的书掉了 这一刻 劳艾德顿住了 书上写着 勇者和魔王都是这个世界不成熟的证据 世界不成熟吗 到底是什么意思 魔王大人你怎么来这里了 这个吗 我是来拿一本书的 就在此时 魔王凝视着劳艾德 不好意思 这本书有点用 等我用完了 我会补偿你的 你就放心吧 这世界是不成熟的证据 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本书被魔王带走时 劳艾德只感觉身体被掏空 失落地离开图书馆 心想 这个间谍不当也罢 就在此时 劳艾德注意到了 前方的卫兵在说五军长 什么派对来着 开派对怎么没通知我 听了一会 劳艾德也明白 是五军长回来了 你以为这是一场 简单的派对吗 其实 是五军长和他的副官 在一起了 什么 不死族也会谈恋爱吗 听到这里 劳艾德就不淡定了 原来 魔族也会谈恋爱的呀 该死 劳艾德大人听见了 会不会杀了我们 劳艾德大人对不起 我们再也不敢私下议论了 眨眼之间 劳艾德就消失不见了 此时的劳艾德 早已心急如焚 身体如同被蚂蚁啃食一般 开派对这么重要的事情 怎么可以不去参加 只要去到就能喝上 惺惺念念的葡萄酒了 当劳艾德来到派对时 地上乱糟糟的一团 根本没有劳艾德 想象中的热闹情景 这里也没有 魔戒特质的葡萄酒 只有人类世界普通的啤酒 哎 自己果然来晚了 劳艾德大人 他们怎么了 为什么他们会怕成这样 劳艾德大人怎么喝酒了 还喝了好几瓶 什么鬼 你们这样冤枉人的吗 他们为什么跑那么快 快跑 劳艾德大人喝酒了 此时 魔王城拉起了警报 专属劳艾德的特级警报 尊敬了各位先生的事 我们军团长大人喝酒 请注意人身安全 非必要不要外出 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 再广播一次 军团长大人喝酒 听到这个消息 魔王也愣住了 劳艾德又忍不住 偷偷喝酒了吗 整齐的步伐 一致的停下 从四面八方 把劳艾德团团为主 劳艾德猛逼了 自己不过拿了个空酒瓶 他们就这么冤枉我 该不会 是随便找个借口 把我除掉吧 兄弟 这是怎么回事 为何劳艾德大人喝酒 要摆出这么大的阵仗 这个吗 还要从两年前的军团长 欢迎会说起 当时 劳艾德大人掏出短剑 问在场的各位军长大人 是不是敌人 其中有一位 性格暴躁的军长大人 竟敢顶撞劳艾德大人 其实也是那位 军长大人自找的 他妒忌劳艾德成为军团长 凌驾在他的头上 而且还有别的军长劝他 收收你的脾气 他可是魔王大人 指定的军团长 可是 被劳艾德大人 认定为敌人的军长 怎么可能会放过他 那位军长预言又指示 听到了那一句 你是敌人吗 然后 那一位军长 就被劳艾德大人 活生生捅了一万刀 经过这一件事的发酵后 劳艾德大人喝酒后 有三阶段 第一阶段 当劳艾德大人 问你是不是敌人时 直接否认 最好再补上一句 我是你的心丹小宝贝 这样会安全点 当劳艾德大人 质疑你的时候 你一定要大声地喊出 劳艾德大人 我是你的心丹宝贝 如果劳艾德大人 摆出一副阴冷的表情时 那就是进入了第三阶段 一定要做好防御姿势 不要怪你病不好 这都怪你生的仇 劳艾德大人 奴家是你的心丹宝贝 狗东西 你快给我闭嘴 完蛋了 劳艾德大人的目光 注意过来了 哎呀呀 劳艾德大人对我们笑了 都怪你 你这个鬼东西 我有这么可怕吗 怎么对面的魔族 更加紧张了 我明明遵守 魔王大人的叮嘱 没有在魔王城偷偷喝酒 而且还是魔王大人的 再三叮嘱 我心爱的艾德 你又偷偷地喝酒了吗 这是怎么回事 艾恩和伊利亚怎么也来了 不是 你们冤枉我喝酒这种事 我承认还不行吗 为什么要搞出这么大阵仗 魔王看着温和的劳艾德 心中也松了一口气 看来还在第一阶段 艾德 听我的 把酒瓶放下 魔王大人 我真的没有动手的意思 什么时候 劳艾德大人说话 也这么有礼貌了 喝酒就发疯的劳艾德 竟然说出这么有礼貌的话 让魔王不敢相信 这是喝过酒后的劳艾德 魔王试探性地问 艾德 你真的没有喝酒吗 天哪 终于有人相信我说的话了 魔王大人 我当时只是好奇 壁上的空酒瓶 是人类世界的产物 居然出现在魔王城 就有三个老六突然出现 还冤枉我喝酒 这样吗 魔王此时 也看出了劳艾德那一颗躁动的心 看来 我是真的糊涂 在图书馆看到劳艾德那一瞬间 我就该明白 它是为了间谍活动 艾德 我想 第二都市的战争很适合你 那里有你渴望的东西 老艾德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莫名其妙就被魔王征兆了 就在此时 魔王喊住了伊利亚 本会再走 我们聊聊 画面一转 魔王看着手中的密报 没想到 一来王国战败得如此快 也很惊呼哥斯拉的速度 让这一切 都远远脱离出他的掌控 魔王沉思了一会后 直接向整个魔界下达静魔的命令 从这一秒开始 禁止在整个魔界境内使用魔法 除了平时已经应刻在工具上 使用的魔法之外 一律禁止使用 但不包括感知有生命威胁时的情况 如果有擅自使用魔法的骄傲 二军长和四军长 还有八军长拥有处罚的权利 其中也包括处死擅自使用魔法的骄傲 听到这个命令 几大军长都露出别样的神情 吩咐完一切的魔王 搀扶着老妖来到窗前 看着老艾德即将前往第二都市的背影 老艾德你可是我预霉已久的妻子 可别让我失望了 而在另一头的精灵王 感受到了整个魔界 在一瞬间全部中断了魔法 下一秒 精灵王露出耐人寻味的笑容 看来 这一切都是天意 等待魔王的僵死毁灭 无论再怎么挣扎 这一切 都是无用功 一切冥冥之中都是世界的安排 面对即将降临的风暴 世界各地的众人 都在准备着 思索着 期待着 未来会如何 将会如何改变 会发生什么 而老艾德也乘坐马车前往战场 明明是内心柔软的男人 为了保护哥哥的孩子 避免遭到其他兄弟姐妹的迫害 迫不得已 亲手 杀掉了106位兄弟姐妹 使其多年的自己活在罪恶之中 知道十日不多的自己 决定打造一个坚不可摧的庞大帝国 将这一切留给哥哥的孩子 此时 在皇族的会议上 哥斯拉勃然大怒 吓得边境国忐忑不已 还是咬咬牙说道 臣不明白 此次战争接受王国的投降 保全王国子民的性命也就罢了 为何还要保全王族的性命 只要王族还存在一天 王国之魂就不会泯灭 通过征服得到的士兵 绝不可能效忠于帝国 如此战争再继续下去 帝国将会苦不堪言 陛下请民三思 哥斯拉此刻格外的平静 其他贵族见哥斯拉 听了边境国的境界 居然没有大发雷霆 纷纷表示道 边境国你糊涂啊 士兵没有了 直接征用帝国的平民补充不就好了 这一句 直接就刺进了哥斯拉的心底 更有圣者建议去平民窟抓更方便点 哥斯拉狠狠地砸向桌子 你们真不愧是镇的好臣子 废起来的声音 可以震动镇的帝国 战争开启在即 非但没有先表示愿意贡献出自己的士兵 或者自告奋勇参战 反倒不假思索 张口就要征用百姓 你们知道平民为何要交税吗 税金是保护和福利的代价 帝国百姓要不要保护帝国是他们的选择 而帝国保护帝国百姓则是义务 边境国还想说点什么 哥斯拉猛地一拔 拔出长剑 严肃地说道 基准和当年的战争一样 家中有两名以上壮兵 其中一名必须跟半数以上的士兵一起参战 否则就交出三分之二以上的士兵 征用平民 永远都只是最后的手段 多听懂了吧 给阵国人 赶紧备战 转眼之间 会议厅里只剩下哥斯拉一人站在原地 他知道 掀起战争的人 没有资格发火 可是作为首脑 必须要控制好生态练 固然让这些手下掏空内需 天在学 地在转 幻觉又加重了吗 为什么你还活着 我们却死了 你们就那么急吗 跟我们一起走吧 从那天起 我就没指望寿终正起 帝国最南端的巴尔败族地里 一个男人静静地坐在废墟上 看着帝国的情报 下一个目标是斯拉汉王国吗 陛下已经下令备战了吗 不愧是陛下 这可真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大人 你是喜欢战争吗 与其说喜欢 倒不如说是喜欢在战争后 陛下的论功行赏 等战争结束后 我会跟陛下提一个 人尽皆知的要求 上一次战争结束后 我获得了侯爵爵位 和南部广阔的领地 还有数量可观的钱财和宝石 但这满足不了 我内心的空虚 当我得知 吸血鬼劳埃德跟皇帝提的要求时 我后悔了 你可知当时劳埃德提出什么愿望 居然是灭掉自家的满门 我除了震惊之外 更多是喜悦 怎么敢想 怎么敢做 对了 我的后辈也会参与那场战争吗 大人 我也要请求陛下 让我亲自操刀 把自家的满门灭掉 作为立功的奖赏 画面一转 二军长一脸的可惜 要是劳埃德大人 和自己单独出发该多好 而这时伊利亚吃醋地说道 这都是魔王大人的命令 况且我不来 这里也不止你和劳埃德大人两人吧 再说了 通过外围 魔王大人怎么放心 劳埃德大人一人上路 劳埃德心里苦 不就是去个第二都市吗 有必要车前车后都是人吗 很奇怪的一点就是 前往第二都市 必须要走外围吗 离开之前 莉莉还给我的项链 施加了一条魔法 艾恩用装备 把自己包裹得像粽子一样 这一切都很不对劲 劳埃德大人你放心 这里有我 作为你的主治医师 我会保护好您的 突然之间 马车剧烈晃动 吓得劳埃德两眼泪汪汪 就在此时 一名下属报道 军团长大人不好了 我们被魔物包围了 而且还是数字不胜的魔物 领头的魔物 还穿一件粉红色的外衣 听到如此骚包的魔物 大家的目光 全都注意到战场外 在战场中的布下 应付起魔物 简直如喝水一般 骚包的魔物 轻松就被击成粉碎 可是 这些魔物不仅不害怕 还跃跃欲试突破防御线 胆小的劳埃德喊道 这样的情况有办法吗 劳埃德大人别慌 哎呀 这黑压压的一片可真壮观 什么 看不清数量吗 你们为何如此淡定 妈的 我终于明白 魔王大人为何指定 让我外围绕路走 魔物是魔王大人的产物 而外围的魔物 会侵犯其他异族的地盘 所以在出发之前 魔王大人才会特意 吩咐手下的军长绕路走 而我竟然天真的 答应了魔王这个无理的要求 就在此时 二军长笑着道 劳埃德大人 我先上了 如果不赶紧清理掉 眼前的魔物 后面我们就会被层层包围 什么鬼 魔物有这么多吗 劳埃德大人 伊利亚怎么用这样的目光 看自己 您是不是不喜欢打打杀杀 我就知道 伊利亚当初 接近自己的目的 就是魔王安插在自己身边的眼线 无论他是如何的关心自己 这都是演出来的 怎么办 伊利亚发现了我的秘密 现在当众杀掉 还来得及吗 到底是杀 还是不杀 埃德怎么也想不到 主之一是伊利亚发现了 他那体弱多病的体质 该怎么办 伊利亚会不会把自己大卸拔快 就在此时 劳埃德大人 我知道 您一定是在最后关头 才会出手干扰战局 难道自己是真的暴露了吗 我是不是该坦白自己 不是故意欺骗他们的 劳埃德大人 我相信您 不过是区区魔物 一定有不出手的原因 但是 眼下魔物众多 劳埃德大人 哈 什么鬼 居然让我白白害怕一场 你真的够了 忽然 伊利亚拿出了 劳埃德梦寐以求的东西 这是真的吗 这不是 我一直以来都想喝的葡萄酒吗 不对劲 这个场合伊利亚给我喝酒是为什么 劳埃德你没看错的话 这就是一瓶葡萄酒 哈 难不成这瓶葡萄酒很特别吗 来了 劳埃德大人 我在这里您尽情地喝 喝吗 肯定要喝 不仅要喝 还要大口地喝 哇哈 真的爽 我这是有多久没这么痛快地喝过酒了 伊利亚也知道 这个环境下 在不给劳埃德大人喝酒 恐怕仅凭一个军团 无法抵抗无穷无尽的魔物 放心吧 劳埃德大人只要你喝了酒 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其实作为劳埃德的主治医师 伊利亚也是不想劳埃德喝酒 可是 这是魔王大人亲自吩咐的 如果劳埃德不喝酒 就会温和地像绵羊一样 一旦劳埃德喝了酒 他就会变成万寿之王 话虽如此 但这对劳埃德大人也太不公平了吧 不公平吗 我也是为了他好 一直压抑着 对他的身体可不好 虽然伊利亚不是很理解魔王大人的意思 但是作为医生的伊利亚还是知道 酒这种东西 对身体有害无益 猛然之间 劳埃德对伊利亚发起了攻击 哼 一直潜伏在我身边的你 可真是煞费苦心啊 真是胆小如鼠的劳埃德 一喝酒就会变成疯子 而此时 劳埃德正一点点地挪动匕首 我想过你们会利用我 但是我没想到 你们竟然如此地过分 虽然哥斯拉进攻速度猛烈 让你们无暇应付魔物 我也理解 但 你们千不该 万不该 如此肆无忌惮地利用我 劳埃德大人对不起 伊利亚这时也发现了 劳埃德不仅仅是喝醉了那么简单 然而 此时的伊利亚听到不可置信的话 念在你过往的功劳和努力的份上 这次我就不计较了 你应该想清楚 你现在是谁的主治医生 虽然 我从没抱过让你忠心于我的念头 劳埃德大人 伊利亚糊涂了 从今往后 我一定是你的主治医生 而非魔王大人 就在此时 劳埃德大人小心 害怕吗 恐惧吗 你在怕什么 怕有用吗 怕只是一味地逃避 怕只会得到欺凌 和无意义的人生 还不如尽情做自己的主人 什么时候上阵 由自己决定 就当劳埃德解决魔物时 伊利亚联系一下魔王大人 本想拒绝的伊利亚 一想到自己是劳埃德大人的主治医生 急忙联系魔王大人 而此时 魔王也很惊讶 伊利亚竟然用魔法联系自己 魔王大人外围的魔物 恐怕比想象中的多百倍 如果仅凭一个军团 恐怕会全军覆没在这里 我立刻派援军过去 只要坚持15分钟 15分钟吗 听天由命吧 劳埃德大人这是真的生气了吗 这样的情况 还让自己坚持15分钟 真的太刺激 太爽了 如果没有这么痛快淋漓的战斗 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自己也不可能在当年的战争中活下来 活着 也许是作为普通人最大的努力了 每一次战斗 每一次都是成长 找到了 弱点在这里 突然 劳埃德被魔物击落 时刻关注劳埃德的伊利亚下坏了 就在此时 劳埃德紧紧握住了短剑 用极为华丽的穿透击杀魔物 在魔物被击杀的那一瞬间 在场的魔物 感受到了一股恐惧的气息 全都攻向劳埃德了 大意了 劳埃德也忽略了 魔物是没有神志这件事 不疑会 劳埃德就把四周的魔物消灭掉了 二军长 军团长大人有事吗 也愣着了 赶紧布置陷阱 精彩的还在后头 这个粘久就会变成疯子的人 别人在担心害怕 害怕这无穷无尽的魔物该怎么对付 这个疯子不仅不害怕 还露出一副犹豫未决的享受 甚至让二军长布下天罗地网 布好陷阱的二军长一脸猛逼 不知道劳埃德大人 让他布置于行陷阱的目的在哪 于行陷阱限制了魔物的行动 反之 也限制了我方军团的手脚 而且透明的魔线 不仅难以察觉 还容易伤到我方 难道 就这么僵持住了吗 劳埃德大人 我只是担心你的伤势 才把你的手臂临时包扎一下 而且作为你的主治医生 这是我的义务 劳埃德大人不对劲 劳埃德大人 这些魔线一般人都无法察觉 当然 我也不是质疑劳埃德大人的实力 只是 这样太危险了 危险吗 哈哈 这可真的是太好了 危险吗 我知道 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安全与危险 危险都是源自实力不足 站在这个世界巅峰的人 哪个不安全 怎么可能 二军长不敢相信 劳埃德大人在陷阱中安然无恙 这感觉 好像很久没有过了 我记得年幼的我 在战场中 那孤寂无助的感觉又回来 呵呵 我能这么轻松解决魔物 还得多亏了二军长的魔线帮忙 当然 这也和在黑暗中长大的他有关吧 年幼的他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也让现在的我对于光线特别敏感 仅凭月亮的光 我就能感觉到所有的魔险 从侧面 也印证了我是个幸运 一个可悲的幸运 从小缺爱 在黑暗中长大的人有多可怕 居然能让魔界的产物诞生恐惧的念头 伊利亚你看呀 军团长大人多帅 二军长你别胡说了好吗 你没看见 劳埃德大人已经受伤了吗 该死 这援军什么时候到 别我滚 劳埃德大人 您需要治疗呀 够了 笨拙的你 只会拖累我的后腿 没看见大家都在奋力清理魔物吗 与其关心我 还不如帮大家分担一下 还有吗 我感觉到了这副弱小的身体随时会倒下 还有这个残弱的右臂已经完全无法使用了 劳埃德大人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怎么办 该死 不能再坚持一下吗 只要再坚持一下就可以了 猛然之间 刚刚还凶残无比的魔物 全都以一种极其恐怖的姿势躺下 来源正是七军长 劳埃德大人 我们 我们好久不见了 我得知了这里在举办您最爱的派对 我就马不停蹄地赶来了 派对吗 该死 我都要死了 还想命不保 奇怪 我的手臂怎么动不了了 还有满地的魔物是怎么回事 对了 我刚刚是喝酒了 然后我就加入战斗 天呐 我怎么干这么危险的事情 事态变得愈发不可控制了 就在此时 七军长翻白眼和劳埃德四目相对 七军长也发现了 这个劳埃德大人不是他想见的 劳埃德大人 听说你最喜欢这种可爱的魔物 来呀 快用你的短剑滑动起来 此时的劳埃德只想知道 这个疯子到底在干什么 为什么要吓自己 看不下去的伊利亚 急忙阻止了七军长这一鲁莽的举动 顾下门 该是你们放松享受的时刻到了 顺便给其他军长的人 认识一下 你们的厉害 七军长大人 不是我说你 居然抛下了边界线跑到这里来了 谁说我不管了 我的副官可守在边界线 作为医生你可别胡说八道 而且我这不是来帮忙的吗 好了 劳埃德大人 您不能再动了 剩下的残局就由我们收拾吧 真的吗 那太好了 什么鬼 劳埃德大人需要休息的吗 劳埃德大人 赶紧在我面前展示一下您的厉害啊 不多时 消灭完魔物的伊利亚 很担心劳埃德大人的身体 劳埃德大人下次 可以别那么冲动吗 对了 七军长魔物消灭完了 你可以回去了吧 回去吗 不存在的 我要为劳埃德大人保驾护航 而且我们也去第二都市 七军长 难道你不知道谁驻守在第二都市吗 是石军长那个娘炮 算了 劳埃德大人 希望我们下次见面 可以让我见识一下另一副面貌的你 当石军长出现在劳埃德面前时 劳埃德呆住了 石军长这副模样 真的有一副见兮兮的感觉 伊利亚可以帮我打死他吗 埃德从未想过 有一天会被人以这种奇特的姿势抬起来 更让劳埃德不淡定的是 石一军长居然还夸夸气谈 口口声声地说 这轿子在人类世界 只有最高贵的人 才配坐在这个轿子上 这么丢人的事 石一军长真的不是故意的吗 还是说 石一军长想用轿子一试 来试探我的真实身份 我就该带着石军长过来才对的 劳埃德大人 您是不满意我这个做法吗 劳埃德大人就伤复发了吗 想不到 传说中的劳埃德大人 竟然真的出现在这里 还坐上了人人嫌弃的轿子 不得不说 劳埃德大人坐上去的那一瞬间 我感觉我的小心肝都跳了出来 传闻劳埃德大人没事就喜欢杀人 这都是魔王大人惯的 如果不是魔王大人 我们的军长大人 如何会接受一个人类当军团长 虽然劳埃德大人很可怕 可是 我们作为魔界的子民 我更愿意劳埃德大人拿刀对着我 只要是劳埃德 我就愿意赴死 就在此时 劳埃德模糊地喊出了轻 十一军长第一反应就是轻掉 杀掉在这里的魔族吗 劳埃德大人下链 三秒内 还在现场的通通杀掉 十一军长这王八蛋到底在说什么 我明明让他把花清走 拥有鼻炎的我 这些花粉就是致命的毒药 这些被赶走的魔族 会不会对自己怀恨在心 今晚会不会有魔族找自己麻烦 等等 奇怪 这些女孩子在干嘛 怎么举着我的话想 还有气球 人偶 这个女孩怎么喊劳埃德大人万岁 这些女孩子怎么成为了我信徒 难不成 是莉莉在魔街到处传播劳埃德教 当时莉莉可是强烈让我建立劳埃德教 我明明劝她了 看她如此执迷不悟 还忍痛把巨资斗买的饼干给她吃了 就在此时 十一军长突然跪在地上请求劳埃德原谅 十一军长的脖子怎么有些 是二军长干的好事吗 劳埃德大人要干掉她吗 什么 二军长这家伙果然没安好心 不知道军长与军长之间是不允许互相残杀的吗 二军长你糊涂啊 我们毕竟是军长 更应该互相扶持帮助 二军长也没想到劳埃德大人会说出这样的话 难不成上次被杀掉的军长就该死吗 肯定是这样的 看来十一军长 目前还不该死 捡回一条小命的十一军长 终于意识到了劳埃德大人的厉害 劳埃德心里跑 为了挽回十一军长的小命 不惜牺牲自己陪二军长去购物 等下二军长 又开始给自己穿奇奇怪怪的衣服吗 有一丝恐惧又期待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劳埃德大人感觉怎样 这感觉真的说不出来 这已经是第82套衣服了 二军长根本就没停下来的意思 就在此时 十一军长拿出了人类世界的黄色果实 劳埃德大人 这种果子听说吃了 能增加自身的魅力 还能护肤美颜 十一军长 你是不是想死 我刚买的东西去哪了 突然 伊利亚挡在劳埃德身前 看着形色匆匆的马儿奔过 让劳埃德很疑惑 明明魔物的攻击愈演愈烈 第二都市的城门却开着 而且人类世界的产物 在第二都市出现的也太多了吧 劳埃德大人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 十一军长在说什么东西 画面一转 随着魔物凄厉的惨叫声落下 劳埃德大人就这个位置了 在不远的地方 就是人类世界与南部的交界线 黑暗与光明形成鲜明的对比 十一军长 你怎么能瞒住如此重大的情报 这个嘛 人家也想去人类世界玩玩 毕竟人类世界这么有趣 劳埃德大人 为了不被发现 我还制定了策略 每当有魔物出现在边界线 我们都是极力的阻拦 可是随着魔物的增多 我们军团也无法拦住魔物的突破 南部的人类世界不是帝国 我该不理会吗 可是 即使不是帝国 他们也是我的同类 此事 应该尽快汇报给魔王大人 不过 在报告之前 我要先确认清楚 这里到底是不是交界线 走吧 就要我看看到底是哪个王国 另一边 南部的小王国 被这个消息吓得摇摇欲坠 玩犊子了 我就知道 当初有魔族频繁地在交界线 往返于两界 心想着 没出什么幺蛾子 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更何况哥斯拉又在四处挑起战争 就更加不敢得罪魔族了 便想 这次来的人很可怕 其中一名是魔界的第二团军长 德维拉尼亚 第二团军长的德维拉尼亚 对一名男子恭敬有加 属下猜测没错的话 竟然来到我们这里了 我这个小小的王国要灭亡了吗 立刻 立刻给我封锁消息 无论他们一行人来到我们国家做什么 都必须封锁杀神劳埃德的到来 劳埃德大人 这人类世界好可怕 一定要穿好衣服 不要被阳光晒伤你的皮肤 实在不行 多吃一点十一军长给的黄色果实 有着一副弱不惊风的身体 却偏偏身体住着一个强大无比的灵魂 当偏远山区一个南部的小国王 得知杀神劳埃德通过交界线潜入时 第一时间不是派出最强大的战士 袭击劳埃德 而是吩咐部下戴上干净的衣服 和一笔足够重的赏金 此时的劳埃德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偏远的山区 太阳的光线会这么着热 同时劳埃德又希望伊利亚和二军长 像十一军长一样留守第二都市多好 更让劳埃德想不明白的是 这个偏远地区的小王国也太热情了 不仅把我们当成消灭魔物的佣兵大人 还热情贴心地奉上干净的衣服 更重要的是 居然还有赏金 换上衣服的劳埃德才发现 伊利亚和二军长竟然没有更换衣服 在劳埃德催促下 伊利亚和二军长虽然很不想穿上这种土帽的衣服 碍于劳埃德大人的威压不得不屈服 同时也对人类很好奇 为什么这些人类不会害怕魔族 在劳埃德看来 这一切都归根于这些人类见识太广了 就在此时 劳埃德突然发出嘎嘎的声音 纵使眼前的人族见多识广 也被劳埃德吓得不要不要了 几名土著很快心领神会 魔族的军团长肯定希望他们不要惹是生非 固然等待这个小王国的就是僵死毁灭 太可怕了 真的太可怕了 魔族的军团长消灭如此多魔物 和二军长浑身血迹比起来 他的实力可谓是深不可测 国王陛下我们几个真的尽力了 希望老天保佑开眼呀 一定要顺顺利利 表面强如神体 实则体弱多病 在路边吃着肉串 正享受美好的生活时 被路上的行员轻轻一撞 二军长不敢相信 劳埃德大人跟人类对撞一下就站不稳了 也许劳埃德大人有更深层的含义 劳埃德大人您受伤了吗 伊利亚不由分说的就抓住路人 二军长让伊利亚注意下形象 您可是医生 这种事让我来 照顾劳埃德大人才是你的任务 说吧 你这个该死的人类 让我们劳埃德大人负伤了 你是不是刺客 天呐 魔族的军团长被人撞伤了 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 立刻 给我抓住那个家伙 是要抓我吗 我可是受害者呀 就在此时 路人一脸猛逼的被骑士团架起 等等 发生什么事了 在劳埃德等人的注视下 路人被冤屈地抓走 路人只是撞了下劳埃德的肩膀而已 就被抓走 不得不说这人类世界的治安 真的太牛了 突然 伊利亚抓住了一只小手 人类小鬼你也是刺客吗 且慢 让我们来 很对不起 我们现在就让这个小鬼永久收监 然而过了没多久 劳埃德又吃到一个黄色的果实 有种摇摇欲睡的感觉 见识不妙的骑士团 赶紧把卖水果店的小贩抓了起来 之后但凡有人靠近劳埃德的人 无一例外都被抓了起来 这样一来 劳埃德想在人类世界悄悄的 变成了黑暗中最亮的光 让四周的人纷纷惧怕不已 生怕一不小心挨得近了 就被皇室的骑士团抓去吃国家饭了 这也让劳埃德头疼不已 想调查的事情根本无法进行下去 就在此时 劳埃德隐隐之间听到了德乌萨茶叶 眼前的小贩在说什么贸易之路 好高端的样子呀 还有担恩商团是什么东西 就在这时 劳埃德冰冷地走到小贩眼前 劳埃德那冰冷的眼神 吓得老板瑟瑟发动 老板我想买点德乌萨茶叶 原来是顾客 真的是吓死宝宝了 不过这个人 他的气场很可怕 还有那凶狠的表情 肯定是个无恶不作的贵族 德乌萨茶叶生长环境不特 无论是在其他王国还是帝国都很难买到 这也让德乌萨茶叶成为了奢侈品 让自己没想到的是 德乌萨茶叶在这个偏远的小王国里 竟然如此的泛滥 这一趟来的可真值 二军长看劳埃德心情如此的好 也是很好奇劳埃德的消息是否打探到 劳埃德也没想到买德乌萨茶叶 老板竟然还附送人类世界的地图 记住了这个小国家的好吗 太魂国吗 下次还要来 当劳埃德等人离去时 骑士团的人也是松了一口气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堂堂一个军团长 竟然被路人轻轻一撞就要吐血 这不是要找事情 要灭了他们这个小王国吗 真的希望这么可怕的人 不要再来他们这个小王国了 不然我们这个小王国 真的成小王国了 而在帝国军兵营领 哥斯拉很诧异 卢卡斯这个结果眼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请问您还记不记得 献皇太子和皇女的父亲 秦宁的兄长伊王子是怎么丧命的吗 卢卡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伊王子可是我最为敬爱的哥哥 众所周知 明面上凶手是格拉迪斯公爵 暗地里的凶手就是你 没想你也知道呀 我还以为你一直蒙在鼓里呢 明明是帝国最为高贵的人 却偏偏无法处决侮逆他的人 在他登上王位后 亲手除掉了杀害他哥哥的凶手 才发现凶手是另有其人 当时为了不让贵族恐慌 选择把这件事掩盖下去 可如今 那个杀害他哥哥的凶手 竟然当着他的面 亲自承认当年的幕后凶手就是他 就在这时 卢卡斯缓缓开口道 还是先告诉您 我为什么要除掉伊王子吧 我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能爬到更高的地方 要是敌长子伊王子消失了 那么一众王子和公主 必定为了那个位置 争得头破血流吧 就在我以为圣卷在卧室 那个毫无存在感的九王子 竟然会脱离出我的掌控 成为阻挡我成为皇帝的高桥 卢卡斯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皇位 如果当时 我阻止哥哥外出该多好 拒绝照顾他的孩子该多好 自己明明有一种预感 那种预感就像灵魂在撕裂一般 自己也没想到 这竟然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哥哥 当时 在我得知哥哥去世的消息时 我竟然为了一个传闻 亲手在皇宫拿起了剑 把自己的108位兄弟姐妹统统杀掉 哥斯巴我们恨你 为什么你还活在这个世上 你这个罪孽深重最该死 我已经不在乎这到底是不是换酒 也许自己早该死了 对了 谋害伊王子的事件 还有救援教参运 还有促使当年劳埃德参战的也是我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 是一个从小体弱多病的人 只要微微一用力就会吐血 而父亲总是嫌弃小儿子是个废物 不如大儿子踩舞双全 母亲总是在深夜偷偷的抹泪 一场意外 他亲自杀掉了父母 而在意外之中 父母曾经无数次在皇宫等待 一次又一次向皇帝更正受召人选 而母亲更是无法接受 他最心爱的小儿子去了最前线 每天在战场上与敌人厮杀 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 在家的时候 母亲生怕微微一用力就让小儿子受伤 担心的母亲只敢在深夜 偷偷看着小儿子抹泪 一向严厉的父亲 也终于露出了不为人知的一面 苦苦哀求侍卫让他们见见皇帝 换来的只是一次次冰冷机械的回答 皇帝不在皇宫 殊不知 制造这场意外的主人公卢卡斯 早已把宫中侍卫换成了自己人 更是把更正征兵对象书一次次拦截 一次次烧毁 而劳埃德的父亲只能无住在皇宫门口 苦等 死等 而身为皇帝的哥斯拉 也不清楚这件事情的缘由 在劳埃德归来之后 更是满足劳埃德灭掉自己满门的愿望 我当时知道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也震惊了 但我很期待的是 如果劳埃德知道这件事的真相后 他会有什么反应 会怎么看待这件事 够了 卢卡斯公爵你是活腻了吗 对啊 我是活腻了 但是 你敢直接除掉我吗 不担心你的臭名更声明远播了吗 你认为我在乎我的名声吗 你可以不在乎 但皇室的继承人 他的权威则会跌落至谷底 您应该不希望看到那样的局面吧 被我说中了吗 即便您什么都知道 却一直坚口不严 也视而不见 您跟我的同谋有什么两样 此时的哥斯拉 眼中的杀意早已按捺不住了 计谋得逞的卢卡斯 也是第一时间离开 如果哥斯拉轻易丧命的话 他的很多计谋将会落空 被仇恨拉满的哥斯拉 决定在处决掉卢卡斯之前 一定要好好地活着 而此时的卢卡斯突然停下了 目光看向不远处的小树林 看来好戏即将登场 画面一转 哥斯拉骑着马在野外狂奔 突然之间 埋伏已久的刺客围住了哥斯拉 没想到 他还没找这些臭虫子算长 这些臭虫子就敢出现在他的面前 真是胆大妄为 惊惊地他在哥哥的保护下 在皇室中度过了美好的童年 当他的哥哥意外是去世 他彻底的黑化 为了调查哥哥的死因登上皇位 以一举之力杀穿整座皇宫的哥斯拉 事后才得知罪魁祸首是另有其人 死去的皇室以怨灵的方式存在 时刻陪伴在哥斯拉的世界里 在刺客的疑惑中 哥斯拉缓缓地下马说道 你们可知 我的王位是如何来的吗 随后掏出短剑 在刺客的猛逼中 就看见哥斯拉 竟然拿短剑刺穿自己的手心 随着哥斯拉鲜血流落到地上时 在刺客四周的怨灵全都消散 碍眼的东西消失了 看着顺眼多了 臭虫们 你们可知无名英雄是谁 为何我没有护卫侍从 HD 这个暴君到底在说什么 兄弟们给我上 刺客的话音刚落 刺客就被哥斯拉消首 看来世人 已经忘了曾经的我 忘了死在我手下的无数劲敌 那么我就再让你们感受一下 你们仙辈们的恐惧 让你们感觉仙辈们的绝望 那股深不见底的绝望 刺客至死都想不明白 暴君为什么会有如此可怕的事 他的剑术流畅威猛又十分好放 就像与生俱来似的 就在此时 刺客瞅准时机 抓住哥斯拉的斗篷 战斗居然还穿着爱式的斗篷 哥斯拉只是轻轻的一甩斗篷 刺客的身体就像长了眼睛一样 精准无误的撞上哥斯拉剑上 这股气势强大到 连山川和天空都能割裂的子弹 他竟然 竟然是英雄 平时利用皇帝和暴君的名号下掩盖的才能 可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打扰我 看来你们的首脑也不过是草包 亏我还对你们小心运 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必担心反叛军的问题 在处理掉所有刺客后 哥斯拉也察觉出了问题所在 反叛军的首脑不可能不知道我的情况 这些人必定是卢卡斯公爵派了 反叛军的目标是打造众生平等的社会 反叛军的理念与卢卡斯的理念冲突 这该死的卢卡斯公爵 竟然敢利用这 那名眼中的就是主 贵族眼中的逆党反贼 母亲眼中的乖孩子 每次他出远门完成任务回到家时 母亲都要捧着他的脸 仔细地看着儿子 儿子永远都是他的骄傲 因为儿子继承了他的意志 人人平等的意志 儿子永远敬佩母亲 母亲年轻的时候是贵族千金 因为爱情 与平民的父亲私奔 婚后更是一直过着朴素的生活 可是父亲还是不小心惹到龌龊的贵族 而被害去时 母亲哪怕是他被巨大的压力压垮身体时 他都有一个自己的梦想 那便是不存在亡和贵族 没有身份制度的社会 我把那番话仔仔细细地刻在脑海中 并且看着身体日渐衰弱的母亲 我下定决心 我是要让母亲看到他梦想中的那个社会 他一直努力人人平等的社会 可是 有太多太多的平民 因为斗争和自己的命令失去了生命 以后还会开启危机到所有人性命的斗争 所以你是想放弃了吗 倒在变革路上的同伴们 还有您 我也一定要实现目标 所以请您拭目以待吧 当然 我不是说了相信你吗 儿子 不过你一定要平安归来 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 母亲也会服下这个毒药去跟你做伴的 母亲 别这么说 就在此时 手掌大人 不好了 艾登率兵去袭击皇帝了 你说什么 艾登去袭击皇帝 也就是说艾登带领的反叛军 全都死在皇帝哥斯拉手上 这可是我们反叛军九分之一的占领 而且人员一下缺少这么多 很多正在进行的事宜都要终断 艾登为什么不管不顾地区 袭击皇帝 手掌大人 自从皇帝上战场后 就很难获取皇帝的日程 可是艾登怎么知道皇帝的日程 能获取到这种重量级信息的人有谁 在艾登离开前接触了谁 有人看到了 他最后是跟萨林待在一起的 听见他拥有一颗炽热温柔的心 在家中听着兄弟姐妹畅想未来 有位皇姐曾说他想让王国变得富有 有位皇兄曾想打造 让任何王国都无法小瞧的王国 也就是现在的帝国 还有兄弟怀揣着想要统一大陆的远大报复 那时候的家里都是兄弟姐妹笑声 那远大报复的信心自信 可是 我将这美好的一切都毁掉了 我的一念之差 害得兄弟姐妹一个理想都没能实现 既然发生的事实 已无力在改变 那么 就让我完成救赎 再下去陪大家 陛下 担心死我了 您浑身血迹是遭遇突袭了吗 并无大碍 如果回不来 就说明镇命该决已 陛下 不要说这么晦气的话 开玩笑的 身为宰相竟然连玩笑还是真心话都听不出来 哎呦 在未完成所有理想之前 怎么可能这么容易死 陛下的左手的伤迟迟没有愈合 一定是他自己在不断制造心伤 何苦呢陛下 朕只是觉得灵魂出窍的身体没有任何价值 所以万一朕丧命了 希望你不要为了求去去一副身体而浪费兵力 陛下您这事 别担心 朕可是打算壮烈地燃烧到最后一刻了 况且拜某个人所赐 我彻底找回了求生欲 至少在弄死他之前 老宝贝 和我来一次酣畅淋漓的战斗吧 不是 九军长这家伙是什么鬼 他的力量怎么如此的大 老伙计们 你们看这个九军长是不是有病 一边大喊大魔法咒语 一边用力量输出 不是 这些重要吗 为什么自己会在这里 自己明明是要回魔王城休息 可是这个九军长不由分说就要找我对练 在我的拒绝下 这个九军长竟然让我当裁判 而一旁的五军长和副官还在轻轻无我 丝毫没把九军长这个对手放在眼里 他们的世界只有彼此 那就是爱情 爱你妈卖批的爱情 劳艾德大人赶紧开始吧 我要打死这个跨物种的恋爱吗 这样真的好吗 在魔界该怎么喊比较好吗 在魔界吗 手下留情尽量别弄死 而在场的军长领悟的意思却是 下手狠点 惹得劳艾德大人不开心 劳艾德大人会亲自下场撕裂你们 劳艾德也下意识反应过来了 自己肯定说错话了 应该再狠一点 如生死不论之类的话 这家伙是谁 十二军长吗 怎么对着我心里不说话 您是有话对我说吗 只见十二军长支支吾吾 下一秒就把副官推了出来 二人彼此愣了一会 支大体的副官 立刻八十度倾斜弯腰 劳艾德大人 我家军长大人有话向您整答 刚刚比赛前的喊话实在太酷了 只有凶狠毒辣的军团长大人 才能让我们钦佩 不愧是我们的偶像 劳艾德大人我们家军长大人的意思 大概就是这样 什么鬼 这个副官到底在说什么 有这样冤枉人的吗 没想到劳艾德大人这么有雅致 竟然会亲自当裁判 还喊出了那样的口号 看这个你追我打的架势 估计这两货打到天黑都分不出胜负 不过说来也奇怪 这个九军长的位置 为什么大家都拒绝担任 一开始是艾恩 艾恩嘛 为什么艾恩还愿意留下做我的副官 艾恩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吗 然后是尼班 最后才是罗伯特 本来我还很诧异尼班为什么会拒绝 直到今天我看到 因为他跟我彼此相爱 我们永不分开 五军长 你搞什么 是要吓死人吗 劳艾德也很惊讶 这五军长出现的也太突然了 还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劳艾德大人 我感觉自己怀孕了 五军长是想要自己的孩子吗 魔族也能怀孕吗 劳艾德大人你知道吗 听说那样郁郁出的孩子被称为祝福 听到这里 劳艾德不由自主地看向对练场 看着战场中酣畅淋漓战斗的尼班 劳艾德很想祝福他们二人 可是 突然之间 莉莉发现了不对劲的劳艾德 那个孩子是祝福 那我的存在到底是什么 在家人眼里我算是什么 五军长说出他怀了尼班的孩子时 并把他们未出生的孩子称之为祝福 莉莉第一时间发现劳艾德的不同 八军长赶紧捂住了五军长的祖 莉莉隐隐过安 劳艾德大人突然不高兴 会不会只看对练觉得太无趣了 莉莉试着说道 劳艾德大人你知道罗伯特为什么不使用魔法吗 莉莉竟然问我这种机密的情况 会不会是魔王大人试探我了 罗伯特我第一次见怎么知道呢 太好了 劳艾德大人感兴趣了 那是因为罗伯特使用魔法是无法恢复的 罗伯特的魔法也是唯一性的 而且这家伙又喜欢好动 虽然罗伯特现在没有一丝的魔力 但是我们的身体附带着魔王大人的力量 因此身体也都由魔王大人的力量构成 附带的魔力比任何东西都要强大且充存 罗伯特现在能使用的就是那股魔力 类似于绝杀剂 果然 这些魔族就是疯子 这么珍贵的魔力一点也不珍惜还肆意恢复 老的现在只能用难力 你这头只有恋爱脑的狼就会跑吗 你不追我会跑吗 要不别追试试 你再开什么玩笑 看老子的必杀技 一煞内间尘土飞扬 随后一块巨石飞向劳艾德 这是光吗 还是爱情来得如此突然 劳艾德大人别怕 有我在 劳艾德大人没有惊吓到你吗 什么 劳艾德大人竟然吐血 罗伯特你完了 竟然敢让劳艾德大人负伤 就在此时 艾恩很自责 竟然没有保护好劳艾德大人 劳艾德才猛然发现 莉莉和艾恩齐刷刷的杀意 看着罗伯特和尼斑 这个架势不赶紧阻止会死人呀 艾恩给我冷静一会 这不碍事 我有点困了需要回房间休息 希望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还能活着 身为医生的伊利亚三步带两度的小跑会 我就知道我的一举一动都在魔王的监视下 艾德又又又被打上了烙印 此时的劳艾德如同被欺负的弱男子一般委屈 魔王笑嘻嘻地看着委屈巴巴的劳艾德 艾德你要前往帝国一趟 你看看这张地图 就会发现人类帝国的厉害之处 什么 哥斯拉竟然已经征服了一半的大陆 这速度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别惊讶先 目前哥斯拉在侵略的就是这张地图上最小的国家 埃斯佩拉内斯国 这个国家的名字好像管家和我说过 当时的自己还问管家的真实身份 管家也只是告诉我 他是埃斯佩拉内斯国家的人 埃斯佩拉内斯是他的故乡 也就是说帝国正在侵略管家的故乡 艾德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我也要加入战争 我会以绝对的力量推翻战上风的帝国 改变人类之间的领土争斗性质 我要压上魔族的一切和人类世界对比 胜着胜 败着 我一直梦寐以求的混战终于要来了吗 埃德别愣着了 赶紧出发吧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这魔王真不要脸 还一直用着抢我的东西 对了 埃德这次就不要再带礼物回来了 如果要带的话 就全都带给我好了 比如信息之类的 画面一转 魔王闷闷不乐的一人在喝酒 这场战争没有劳埃德作为导火线 根本就无法加入哥斯拉的战局 使用劳埃德也是一件极为麻烦的事 用的好就是刀刃 用的不好 自己也会受伤 劳埃德呀劳埃德 我到底该如何对待你 算了 如果劳埃德不顺心 就把他毁灭掉好了 劳埃德大人 这么快又要参与战争了吗 战争吗 当年受伤时 有陌生人递来手帕 当时的我还以为是敌人 后来才明白 吐血的时候咬住手帕 敌人就不会发现自己受伤 这么久远的事情 怎么现在才想起来 劳埃德大人你怎么了 是不是练武场的事影响到身体 要不先检查下身体再奔赐战场 只是压力大了罢了不碍事 在前往人类的路上 劳埃德丝毫没察觉到 他的背包里有一朵诗人花 诗人花永远记得主人 要他照顾劳埃德大人 就这样 诗人花一路上都在照顾着劳埃德 埃德怎么也想不到 在返程的时候 自己的背包会有一株诗人花 口里还一直嘟囔着 今天一岁半成年了 而劳埃德惊慌地举措 让管家以为伯爵大人 太久没喝他泡的茶 顿时感动地让劳埃德慢慢地喝 一点点地品尝 待劳埃德品尝完毕 管家此事夸赞起单 伯爵大人你还记得丹吗 上次丹也带回来了一大堆德乌萨茶叶 现在丹卖德乌萨茶叶卖得风生水起 什么 丹的商团组建好了吗 上次去摩借前和我说过借钱来着 伯爵大人您知道吗 丹真是商业器材 只用了很短的时间 丹的丹恩商团在帝国就成为屈之可数的商团 丹恩商团不就是在太魂国市 商人口中麻烦的家伙吗 伯爵大人 趁着现在您回来一趟 抽个时间去丹的商团看看吧 劳埃德嘴上说着好 心里嘀咕嘟囔着 自己怎么会有时去看呢 魔戒的帝国之间的战争很快就要打响了 不过话说回来 管家你不担心你的故乡吗 你的故乡正在遭受帝国的攻击 我的故乡吗伯爵大人 这件事我也听说了 不过伯爵大人您别担心了 之前我和伯爵大人说过我的故乡 只是位于大陆中央的小王国 如果想要征服我的故乡 又要向外抵御其他势力 我的故乡一手难攻 最后帝国会得不偿失 因此陛下很快就会调转军队的方向 毕竟我的故乡埃斯佩拉内斯 可是一块真正又臭又硬的英明头 没想到管家竟然对自己的故乡如此的有信心 看来有必要调查埃斯佩拉内斯的情况 就在此时 桌上的通讯石在闪烁着 劳埃德看着皇帝给的通讯石一脸猛逼 尊敬了皇帝哥斯拉 给帝国带来光荣的皇帝 埃德不必多礼 朕听说你回来了 朕想听听你此行的收获 明明是一个高拥的杀神 偏偏是一个胆小自卑的人 又有一个又颠又喜欢特殊癖好的皇帝 管家在一旁安慰他 伯爵大人不必拘束 这可是陛下亲自赐予您的衣服 可是劳埃德也知道 这个鲜艳的打扮 他真的顶不顺 随着推门声响起 劳埃德才发现 丹的商团确实有管家讲的情况一样 打理得有条有序 这是赚了点吗 简直就是一棵摇钱树 就在此时 劳埃德注意到了眼前的丹 此时的丹 不再是那个自卑的少年 身上成熟稳重的气息 以及铿锵有力的声音 所以证明了 劳埃德不在的时间里 丹能独当一面 而此时 丹愣了一下 那个他朝思梦想的男人 他终于回来了 劳埃德大人 这癫狂的喊叫声 劳埃德很诧异 这孩子到底是咋了 见到自己之余这么高兴吗 在一番细细交谈后 丹表示伯爵大人 狩猎大会可以带助手前去的 请大人您一定要带我前去 在您外出期间 我在打理商团的同时 默默修炼了剑术两年半 绝对 绝对不会拖累您的 劳埃德当然知道 带上丹不是啥小问题 可是 包包里的硬货咋 自己可想找个无人的角落丢掉 在之前 无论自己是用剑劈 还是用火弓 还是找个高处丢下去 更没想到这家伙还免疫毒素 之后更是用了各种办法 要知道狩猎大会 是自己最后的机会了 再不丢掉他 以后自己的生活将会暗无天日 伯爵大人 听我说 但现在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就让他跟在你身边 我这把老骨头也比较放心 劳埃德此时就感觉一个头两个大 就在这时 管家居然撒起了胶 再不答应管家 他就要卖萌了 画面一转 塔卡西得知了地点回归帝国 心中也是交际不已 公爵大人怎么不下达命令 公爵大人到底在想什么 此时通过玻璃透过的光 公爵不紧不慢地凑了上来 你的好弟弟回来了 这次的任务需要你出手了 行动时间吗 就在狩猎大会上 那怎么也想不到 他心中的白月光 竟然和丹食指相扣 顺着众人诧异的目光 劳埃德也反应了过来 立刻把手抽了回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丹淡定自若地问 主人 您就是我的一切 而在远处的来内 只感觉天要他了 这简直是赤裸裸的侮辱 对了 丹肯定知道 劳埃德大人受伤这一事实 趁人之危啊 丹就是在找死 侮辱了主军 还损坏了劳埃德大人的名誉 等待丹的必定是 惨无人道的下场 此时劳埃德夸赞起了丹 没想到你还挺机灵的 今天过后就不必这么周到 前方的恶魔军 看到劳埃德大人如此的大 不由欢呼了起来 我就知道劳埃德大人 肯定是爱我们的 帝国的侍卫军 看得目瞪口呆 劳埃德大人和传闻的 果然不一样 如果是劳埃德大人 也不是不可以 劳埃德也没想到 一个小小举动 会引起如此大的连锁关系 殊不知这一切 都是丹的刻意为之 看着小脸通红的来呢 劳埃德也是暗暗后怕 在磨叽自己的善于伪装 没想会差点搞了大乌龙 现在就是把丹杀了 也挽救不了事实 劳埃德大人好久不见 我们甚是想念 就在此时 劳埃德把热心的恶魔军 阻挡在外 都给我站住 这个包包是我的 谁也不准碰 而在这时劳埃德也反应了过来 狩猎大会上的人员 如此的稀少 就当劳埃德纳闷之时 皇太子时隔半年再次登场 对突然出现了皇太子 劳埃德立刻弯腰心理 恭迎帝国未来的主 同时心中也是暗暗心惊 此行不知是祸是福 就在此时 皇太子表示道 由于人魔两界交战 导致魔物泛滥不已 只凭帝国的侍卫军 恐怕利有不担 劳埃德身后的恶魔君 听到有精彩的活动 纷纷激动不已 劳埃德也注意到了 部下们的表情 急忙向皇太子 请示身体不是为由 需要在狩猎大会之前 多做休息 不宜在外多做活动 不料此时 皇太子一把 接过劳埃德的话 顺势说道 我亲爱的埃德 此次剿灭魔物行动 没有你的指挥可不行 劳埃德一脸的猛逼 看来自己想摸鱼的计划落空了 就这样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 冲向魔物扎堆地 恶魔军看到魔物 瞬间两眼发出红色光芒 恶魔军一个比一个疯狂 其疯狂的程度 就连整个大陆都不曾多见 帝国的侍卫军 第一次认识到 恶魔军的疯癫程度 同时透瞄了一眼 深厚的吸血鬼伯爵 不愧是传说中的沙神 仅在一旁掠阵 就有如此恐怖的威压 突然劳埃德睁开了眼 场面瞬间尴尬了起来 突然一头不知死活的魔物 冲向劳埃德 说那时时那时快 莱娜瞬闪挡在劳埃德身前 眼中瞳孔一阵 魔物煞内间死伤无数 劳埃德竖起小拇指 干得漂亮莱娜 莱娜小脸通红乐呵乐呵地说道 不管战场的战况有多激烈 保护主人就是我莱娜 生命之中最重要的事 忽然 劳埃德看到背包往下掉落 糟糕了 背包里装的可是魔界的茶物 要是露出破绽 会不会被扣上一个魔力的罪名 而就在此时 丹突然出现在劳埃德的面前 面色阴沉地看着劳埃德 劳埃德顾不得这么多 急忙翻身查看背包的石人花 猛然之间 石人花露出一脸的笑容 仿佛在说 我就知道你关心我了 听见身后的脚步声 劳埃德急忙捂住背包 抬头望去丹赫然站在那 脸上露出耐人寻味的表情 曾想丹变得如此腹黑 拉拉只是为了惹恼劳埃德 没想到劳埃德一脸平静 丹彻底的猛逼 因为劳埃德是灾祸 自己才追随他 那种情况下 任谁都会接受不了 可是 这家伙不仅没有大发雷霆 还关怀于我 劳埃德大人到底是不是灾祸 劳埃德也反应了过来 但这是喜欢自己发火的样子吗 就在此时 大批魔物围了上来 劳埃德趁着间隙冲向魔物 不管有什么事都等结束后再说吧 这一刻 单对于自己的存在产生了质疑 劳埃德暗暗发誓 一定要成功受伤回家 嗯 这个魔物不错 是个好牛牛 是个受伤的好对象 没想到莱乃尼玛当先赶了牛牛 劳埃德恨呀 怎么又是他 不行 我得赶紧换一个才行 疑这个恐怖家伙 一看就容易让人受伤 没想到 居然被这两个二货截活了 还在那欢呼雀跃 他们两个不知道这是我的回家票吗 恶魔君也注意到了 劳埃德那阴沉的表情 质疑他们做得不够好 殊不知 劳埃德心里想着 疯了吗 没见过魔物是不是 再不快点 魔物就被这群小别独子嘎完了 就在此时 有一只魔物产生恐惧的念头 往外围跑去 劳埃德意识到机会到 三下两出二的 以绝对的速度冲刺 恶魔君意识到不对劲喊道 劳埃德大人 要用出那一招了吗 劳埃德心中暗息 回家票紧离自己一米远了 就在此时 没害怕过的劳埃德居然害怕了 只见恶魔君飞了起来 恶魔君呈八爪姿势砸了下去 现场浓烟滚滚 待烟尘散去后 恶魔君告着劳埃德痛哭流涕 质问劳埃德是疯了吗 为什么打算用那危险招数 原来劳埃德在危难之际 可以突破自身的极限 拥有急速的速度与力量 可是在使用之后 全身的骨头和肌肉都会受损 劳埃德一把推开粘人虫 他们可不知道自己只想搞张归家票 面对如此不爱自己身体的劳埃德 恶魔君哭得像个孩子一样 你要不活了 我们怎么办 就在此时 劳埃德被告知讨伐结束 可以返回狩猎场 帝国侍卫军急忙表示 劳埃德大人可以耐心等待狩猎开始 恶魔君也附和道 马上就开始了 再等等多好 恶魔君此时注意到丹 只见丹站在树下 脸上阴森的表情 看谁谁就死的眼神 真可怕 床子里的劳埃德 怎么也想不通恶魔君会有这样的举动 而身旁的石人花还喋喋不休地唱着情歌 劳埃德也陷入了沉思 从魔界归来之后 总感觉有一只大手在推动着自己前往战争 那种厌恶的战争 从童年就伴随着自己 真的好讨厌 石人花感受到悲伤的情绪 轻轻拍打劳埃德 仿佛在说 别怕 有我在 不耐烦的劳埃德 真的忍不住了 你怎么就那么不听话 老是乱跑出来不藏好 突然恶魔君掀开帐篷大喊道 劳埃德大人我要进来咯 恶魔君看见里面的场景也是猛逼了 劳埃德大人到底在干什么 见此情形 劳埃德表示自己在做热身运动 同时也很疑惑恶魔君的到来 恶魔君表示在狩猎大会上 能不能多带一个人 他总觉得丹很不对劲 特别是在剿灭魔物时 丹那狂热又阴森的座态 隐隐有一股怒火在其中 那种感觉让人的心很不安 就因为这种小事情 你就来打扰我吗 莱纳把他给我拖出去 莱纳一把扯住对方的耳朵 主君这里有我 任何萧小都无法打扰你 莱纳大人原来你也在这样 我就说丹很不对劲 我想在狩猎大会上陪伴劳埃德大人 劳埃德也是服了 这样下去 食人花暴露的几率也越来越大了 而这时 莱纳表示很赞同属下的想法 下一秒 莱纳二人同时表示前去陪伴 二人也四目相对 正要一决高下时 劳埃德表示谁也不带 这种区区小事合足挂齿 不死心的恶魔君还想再劝劝劳埃德 大人你可不能这样呀 你又不是个孩子 不可以耍赖的 劳埃德也明白当时的丹 确实是很可疑 那种怪怪的感觉又说不清 就算是丹一人搞突袭 也没什么可怕的 大人您就带上我吗 行行好吗 我真比单会照顾人 就在此时 一只脚拦住了劳埃德的去路 区区名誉伯爵竟然与真正的伯爵待遇一样 这事到当真荒唐 恶魔君此时恨不得撕碎对方 劳埃德此刻正在嘱咐人格切换中 仿佛在说你等等 是魔界的二把手 皇帝的英雄 陛下的爱剑 在狩猎大会上被肥头大尔的猪头挑衅 谁曾想 这头肥头大尔的猪头 竟然说他才是真正的伯爵大人 在场的众人很诧异 劳埃德家的满门不是被灭了吗 还是这个自卫是伯爵大人的猪头 是伯爵家的庞戏 岂有此理竟敢侮辱我们家大人 我让他再也不敢胡说八道 原来 在我拒绝陛下之后 家主的位置就落在这种蠢蛋身上 真可谓是可喜可贺 您给我加油吧 我们家族彻底消失在历史舞台上的那一天 也只约可待了 一想到家族即将覆灭 我的内心就澎湃 血液滚烫无比 气急败坏的家主 只能放下狠话离去 劳埃德用脚趾想都知道 这种蠢蛋能当下家主 肯定是家族里野心勃勃的家产干的 与其内斗不断 不如一刀面门更好 就在此时 皇帝哥斯拉一声令下 准备好了吗 狩猎大会即将开始 在开始之前 我希望大家可以完毕归来 现在我们出发 劳埃德的目光注意到 妙龄女子给心仪的男人送上手帕 祈祷她的爱人能平安归来 为此劳埃德深深地叹了口气 恶魔君一眼看出了劳埃德忧愁 表示道 这种东西我们怎么可能会准备 而莱娜的目光注意在一对兄妹上 回忆起当年的自己 给哥哥送上了手帕 原来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呀 劳埃德也很惊讶 参战的居然是莱娜的哥哥不是他 莱娜忧心地说道 小时候我的身体很健康 剑术也很棒 可是父母不同意 把身体凝弱的哥哥送往战场 当时的我可担心坏了 看见体弱多病的手足上战场的样子 我总会有一股悲凉之意 所以才选择了当骑士 是吗 莱娜你可太优秀 这个故事真的不错 家人吗 可惜 很小亲密无比的两兄弟 因为一场意外 家中满门被弟弟亲手所灭 不知情的弟弟还沉浸在不美好的回忆中 这一次 哥哥率领中刺客埋伏弟弟 刺客看着满地的装备 心中也是暗性 想必是杀神劳埃德也要隐恨于此吧 领头的知道 错过这次的机会很难再刺杀了 卡卡西默不作声地回忆起细节 再来之前 卢卡斯表示道 如果刺客行刺失败 就由你来善后 只要劳埃德一死 再用魔法掩盖一下 此次行动必定万无一失 画面一转 家猪居然跟在劳埃德身后 劳埃德也打算好抓几只猪装模作样就好 再把魔物处理掉 突然之间 单一把推开了劳埃德 成功躲避了攻击 劳埃德也很诧异 这里居然出现了剑 而且还是直奔他而来的 这剑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 猛然之间 攻击再度落下 劳埃德向后躲避 混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树林里的刺客早已做好了准备 纷纷提起宝剑冲了出来 一刹内奸 现场乱作一团 此时的劳埃德也是后悔 没有听从莱纳的意见多带点护卫 自己就不用费力杀敌 庞系根本就帮不上忙 但也只是刚学剑术而已 就在此时 两名刺客出现在劳埃德身后 劳埃德向前俯冲躲避 并用极致的速度拉开距离 没想到转瞬之间 劳埃德便被围堵在角落里 刺客也是发出给给的暗号 一瞬间无数剑羽落了下来 劳埃德看到如此多的剑头 也是生出一股无力的 但刺客焦急万分 恨不得挡在前面 谁也没料到 卡卡西竟然冲了出来 抱着劳埃德脱离剑羽的攻击范围 剧烈的冲击 卡卡西也是紧紧抱着劳埃德 剧烈咳嗽后 劳埃德看清来人 也是呆住了 卡卡西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埃德不敢相信 这个在危难之中挽救他的人 竟然是卡卡西 卡卡西一身奇装异服 一看就很不对劲 就在此时 感受到劳埃德生命 受到威胁的石人花 变身为劳埃德忠实的守护者 将来犯的刺客一一见面 只要在这里喊出守护我的男神 石人花将获得更大的力量 获得粉丝力量加持的石人花 出现吧 我的爱人 得了得了 不要叫那么大声好 收到危险信号前来支援的帝国军 看见场中的怪物也是愣住了 帝国军还是第一次见到植物形的怪物 而这时 家猪大声喊道 这个怪物是劳埃德背包跑出来的 还在刺客手中救了劳埃德 所以 这个怪物的主人就是劳埃德 传闻中的吸血鬼劳埃德 果然传闻是真的 劳埃德听到怪物二字 也许是家猪的声音太大 吸引了劳埃德注意 家猪怒不可遏 这个庞戏竟然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此时卡卡西早已溜之大忌 劳埃德也无可奈何 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把这个疯狂的魔物处理掉再说 此刻的劳埃德也很迟疑 说那是迟奈是快 疯狂的石人花 仅仅用时两秒就缠住了劳埃德 并在原地疯狂扭转 被缠绕的劳埃德 躺在地上生死为命 帝国军全都骂了 不是说这个植物是友军 怎么会伤害伯爵大人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绝对是自导自演 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 仿佛在说 再见了 我的爱人 而劳埃德的表现 让现场的众人毛骨悚然 这么凶猛的石人花 竟然被吸血鬼伯爵一刀就干掉了 劳埃德深知 自身的咳血是身体导致的 虽然刚刚的攻势猛烈 但自身却未受丝毫伤害 他还把要害的位置暴露了出来 而自己慌乱之下 竟然干掉了他 帝国军走近一看 纷纷吐槽道 这玩意远看很丑 近看竟然更恶行 想必他是察觉到不妥 才会牺牲自我的 有心了 我的爱人 再见了 看得清清楚楚 那个怪物是伯爵大人包里出来的 可以肯定的一点 怪物就是伯爵大人在操纵的 为了洗脱嫌疑 伯爵大人让怪物洋装攻击自己 从而弹掉了他 以此才打消了众人的疑心 家诸信誓旦旦的发誓 怪物的真正主人就是劳埃德 这一切都是劳埃德自导自演的 帝国军不耐烦地反驳道 闭嘴吧 人类怎么能驾驭怪物 而这时 劳埃德问答满意了吗 没错 看到怪物从包里冒出来之后 就一直袖手旁观 也恰恰通过这一点 但找回了希望 主人就是灾火 是他苦苦追寻的人 经此一役 有劳埃德的地方 家诸都瑟瑟发抖 恶魔君在一旁吐槽道 这么胆小的人也配当家主吗 而此时 家诸脑子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要从家主府里搬走 若是不搬离出去 等待自己的僵尸无休止地折磨 一想想那个画面 家诸就害怕至极 没想到灭门仪式居然是真的 此刻的劳埃德暗喜道 不知道 可能他觉得狩猎大会 是一个特别可怕的地方吧 就在此时 哥斯拉缓缓走到主位上 诸位 皇太子带阵主持的狩猎大会 可还满意 虽然中途有一点点骚乱 还好顺利结束了 结束后 还有事要宣布 正尽快公布下狩猎的成果吧 不出所料 这场狩猎比赛的第一名 就是劳埃德 劳埃德思前想后都想不明白 自己明明只击杀了一只魔物 哥斯拉解释道 这只植物形的怪物是极其稀少了 因此就魄力给你加分 狩猎大会到这也结束了 宴会开始前 有一件事 正要让大家明白 目前帝国正在跟无数国家开战 但是出现了更加棘手的问题 人类世界的战争从今天起 全部停止 同时 我们将与魔界展开战争 摧毁一切挡在我们面前的敌人 在哥斯拉宣布正式与魔界开战的那一刻 引起台下的恐慌 台下提出质疑 跟人类开战已不够兵力 如何跟魔族开战 陛下 正在参战的那些王国会接受吗 你们认为那些王国还有选择的余地吗 劳埃德此时心中打起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魔王向自己抛出橄榄枝时 对人类没什么特别的敌意和偏见 如果魔王给予人类足够的报仇 会不会选择和魔界同一个阵营 这个问题皇帝就没思考过吗 画面一转 哥斯拉单独带劳埃德走在幽间小路上 哥斯拉打句道 这件鲜艳的衣服配上血液的你显得格外威严 那群懦弱的贵族看你的眼神可怕你了 为了补充您在受到的委屈 我填些赏金一并送到你的府邸去 另外单独叫你出来 劳埃德 朕的最得力干将 荣誉伯爵 不愧是朕最得意的臣子 仅仅凭朕的语气就可以判断出 朕要他选择哪个阵营 这个时候该做出决定了 你到底属于哪一方的 朕已经给你足够多的机会了 在讨伐魔王的战役中 劳埃德凭借绝对的实力 在魔王手中夺回了勇者的尸体 虽身受重伤 看上去完整无损 身体一直吐血 看在是劳埃德被魔王下的诅咒 因此自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让劳埃德多次在人界与魔界来往 劳埃德带回魔界的信息 对帝国有不可估量的帮助 当时自己很诧异 魔王竟然会让他毫发无损地回来 那时自己就明白 魔王肯定知道他是间谍 毕竟劳埃德带回魔界的信息 都是机密中的机密 魔界军团长的传闻 都是劳埃德出现在魔界后才有的 这一刻 哥斯拉也明白了 劳埃德无论是人界还是魔界 都有一定的重要性 于是劳埃德干起了双重间谍的工作 陛下你问的问题我都如实回答了 虽然哥斯拉很讨厌这种感觉 可又舍不得干掉他 他不是我的人 但也不是对方的人 无论问什么都会乖乖回答 即使不会主动行动 但总是忠于命令 有时候会有一点小误会 但他又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只要能拉拢过来 他就是一张极其有用的牌 拥有制定规则者便是王 这场跟魔王争夺规则的权利 就这样默认开始了 而这场战斗的胜利 在乎于是谁拉拢到劳埃德 以及主动选好阵营的劳埃德 只要自己比魔王快速一点 必能把劳埃德握在手心 参与者是魔王和皇帝 执行者是劳埃德 奖赏是劳埃德 准许参与者也是劳埃德 只要除掉魔王 区区诅咒应该就会消失吧 埃德 在这片大陆上有你的所有成就 您是人类 总不能一辈子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地方吧 就待在人界吧 朕知道太突然了 朕会给你点时间考虑的 希望你的回答能让朕满意 这段时间辛苦了 作为表彰 朕决定将你的职位升为名誉侯爵 皇太女心中咯噔一下 看着对方略带嘲讽的表情 这明显是在嘲笑自己是一个愚蠢的女子 在刚刚 皇太女在庆功宴上寻找劳埃德 而刚刚在陛下压迫下的劳埃德 刚走进庆功宴上 就撞到迎面而来的皇太女 皇太女阿莱露出心疼劳埃德的神情 就在此时 不再妥协的劳埃德与皇太女借一步说话 一路上皇太女喋喋不休 说着在狩猎场上的突袭 可把她吓坏了 直到劳埃德淡然地突出没事二字时 还有那副嘲讽的月牙 皇太女才明白 原来吸血鬼伯爵早已看穿了她那点小技量 皇太女往后一说 随后拉住劳埃德的一脚失声喊道 只要我们结婚了 你的一切恶名都将成为善名 皇女殿下 这四字如同冰冷的 历刃深深地刺进阿莱的心里 在阿莱的心脏中随意地震荡穿透 却一刻 她不再是那个为了保证小命一味地服从尚未准的指名 她也明白即使阿莱说得在动气 他们二人也无一丝成为夫妻的名 毕竟人这辈子只活一次 接受不了这一切的皇太女无助地锁着身子 皇太女眼中露出一丝狡诈 明明自己演得如此出色 为何对方无动于衷 难不成狩猎大会的传闻是真的 伯爵大人和一位小屁孩油然 此刻劳艾德总感觉浑身凉缩缩的 他的身后一名男子逐渐靠近 哈喽 我的后辈你去哪里了呀 我找你找得辛苦呀 后辈 终于让我找到您了 劳艾德一脸的猛逼 刚刚明明在和哥斯拉谈话 明里呼呼之中 哥斯拉好像说了会给我点时间什么的 时间这种也能给的吗 对了 尼罗侯爵 你有事吗 此时 尼罗侯爵表示道 只要见到后辈我就开心 就在此时 边境博就不同意了 尼罗侯爵你是耍赖吗 找您的后辈来定夺 未免太欺负人了吧 定夺吗 他们这是让我定夺什么 边境博你不懂 在我第一眼看到后辈的瞬间 我就认定他是我最重要的后辈 等等 第一次见面就这么热情 尼罗侯爵到底想干嘛 无奈的边境博无奈道 希望吸血鬼伯爵可以公平平叛 劳艾德只能无奈地答应了下来 尼罗哈哈笑道 真的是辛苦我的后辈了 劳艾德真的要泄了 都是什么鬼 此刻 尼罗侯爵也说出了为何要找劳艾德下判断 因为和边境博意见的分歧 在帝国最南部区域接壤之处的蛮族 也就是巴尔败族 只拥有蛮力的蛮族 只会掠夺粮食 残害百姓 所以我向陛下提出了请求 在帝国跟魔族开战之前 允许我灭掉巴尔败族 让我亲手灭掉他们 然而愚蠢的边境博却 没错我反对了 陛下也说了 蛮族在我的领地和边境博的领地内 有我们自己定夺 看着米罗侯爵与边境博 劳艾德陷入了沉思 边境博你认为巴尔败族 会不会选择站在我们这边 劳艾德大人 我想巴尔败族也是人族 我想他们势必会和我们站在一个线上 边境博你确定巴尔败族 真的会和我们站在一个线上 面对劳艾德的质问 边境博也陷入了自我怀疑中 米罗侯爵大声笑道 不愧是我看中的后辈 人类自然会为了生存而投靠他们 要知道人类可是会将灵魂出卖给恶魔的生物 一个是灭掉自己满门的杀神 一个是渴望灭掉自家满门的男人 此刻二人竟坐在一起有喝有笑 就连劳艾德直言他的眼睛很特别 要知道褐色的眼睛在帝国代表低贱 米罗侯爵仅仅一个眼神 就吓得四周的贵族逃离此地 不过 米罗侯爵不仅没有怪罪劳艾德的无礼 甚至还欣赏起劳艾德的坦率 更是主动拿起了劳艾德最爱的葡萄饮料 看着豪迈的劳艾德 米罗侯爵终于知道了 皇帝为何如此疼爱他 皇帝首爱的臣子就是在底层爬上来的人 还有不认可自己地位 执着于证明自己的人 最后一类人 就是无视道德伦理的是亲者 言问至此 劳艾德有点恍惚 米罗侯爵继续道 我很好奇你的奇思妙想 就是战争之后论功行赏时 劳艾德刚想狡辩 紧接着思绪瞬间回到了小时候 那时的哥哥是真的很温和 那时的爸爸给予我厚望 那时的一家子都视我如珍宝 可是后面的日子 父亲对我失望至极 就连哥哥也不再对我抱有期望 就连母亲都视我如同怪物 看着惊吓失神的劳艾德 米罗侯爵正想安慰他 不料此时 不知道 随后劳艾德死死地盯住米罗侯爵 米罗侯爵当即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劳艾德灌醉 搞清灭门的完整流程 米罗侯爵想想都觉得热血肥腾 米罗侯爵